Linux核心设计 各位好 欢迎来到Linux核心设计 系列讲座 那我们今天的 主题是透过 E-BPF来观察作业系统行为 当然这边讲的作业系统一定是讲Linux 然后在 我们正式开始之前 有几件事跟大家 提醒 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 线上的 对话服务 你可以透过Twitter 或是Github的程序 如果你登录之后 大概会是这样的画面 你可以在过程中去提问 如果说我们在过程中有一些 错误的部分 或者你觉得需要补充的 请你善用这个讨论区 那除了这以外 就是我们这个讲座 的目的 来跟大家探讨一下 Linux核心 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其实它现在原始码的行数 已经正式超越 2300万行了 就是上个月的记录 然后放个角度想已经没有办法 你已经不可能是 每一行程式码都掌握了 即便是Linux 本人都没办法做到这件事了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规模 让我觉得说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很有效的方法去学习 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Linux 的时候基本上程式码那时候 大概是50万的这个规模 那也许你还可以用这个 阅读程式码的方式啦 或者说 透过只是 透过冥想 或者 因为程式码行数很有限 所以即便 在我刚开始接触Linux核心的时候 是97年那时候 还没有Google搜寻 Google搜寻要革命才有 而且那时候也不太能够用 但是就是说 当时的规模比较单纯 那说真的 像我那时候 大概就是花大概一年多吧 一年多 就大概知道这个Linux Kernel 能够做什么事 那实际上能 能够改到这个Linux Kernel 然后对Linux Kernel做贡献 大概也是 差不多也是一年多的事情 那但是现在比较麻烦的是说 Linux现在涵盖的范围是非常广 它不是只是一个做一种核心 包括说我们所知道这些 虚拟化 网路 网路堆叠啦 还有一些网路一些 进阶应用 都晚点会提到 比方说NFE SDN 这种 然后图形处理 那甚至包含说各式各样的这种 出错的这个机制 那所以其实Linux核心 已经远远超过一个 典型作业性核心的这个范畴 当然很多设计还是很经典的 很多设计又来自 UNIX 来自很多这个 其他的这个作业性 用启发拉伯 比方说Prene9 好 那 就是因为Linux 那个复杂 所以导致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其实 绝对不能只是用静态方法去探讨 所以我希望说我们这个讲座 可以持续搬下去 然后用一个 比较系统层面去探讨 然后 我来讲一下 为什么你不应该用 阅读程式码 单纯只是阅读程式码 这个 这个是大家在中学课本可能 看过一个典故 这典故是这样 就是说 在这个战国时期 那个你知道就是 各路强权在那边 就是 每个列强在那边割据 然后好玩的地方是说 这个 你看这个很有趣 就是说你看楚国人 有一个人写信给燕国的宰相 然后呢 因为这个楚国人呢 他 古代的照明很有限嘛 可能就是一个 烛火 非常暗的一个 暗的一个状况 然后就是 这个写信的人呢 就是发现 他就是这样 他就下令他的这个仆人吧 或者是他的这个助手 那就把 那个 烛火举高一点 那就没想到呢 这个 不小心这个举足这个字 举足这个行为呢 怎样 就写到这个信里面呢 就神奇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燕国的宰相呢 就开始在 在干嘛呢 在这边 看到这个信件里面有举足 他一直揣摩 就你看 他说 就发现崇尚光明 然后选拔 就是 任用闲人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件事真的这样 就开始去 去治理 燕国治 果然那个治理得很好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看这个楚国人说什么 这个就是 根本没说 就是这句话 但是你看 这个东西说真的 这个在中学的时候 大家看到这个点部就觉得很无聊 就是川朝 川朝复会嘛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很可能我们在阅读Linus Kernel 其实就是用这种 这种川朝复会的方法 在那边举足来 举足去 所以你阅读的程式码可能这样 它根本不会被执行到 或者说它会被执行到 可能它从来就是那一次 然后 而且它的行为可能被后面的东西修改 然后 更惨的地方是什么呢 更惨的地方是 它的这个 你看到的行为可能是一个表面上的行为 它这一次是这样 下一次可能不是这样 所以你就算阅读程式码 然后尝试去观察 然后能加一些程式码 比方说加一些Print-K 然后你看 这个好像跟你想象中的 把某个变数印出来 然后就推测说 这跟我心中的期待是相似的 那注意到这样的一个行为是非常危险的 尤其像柜某这么复杂 所以我们势必要有一个有效的方法去探讨 这也是这一次讲座想要跟大家分享 然后另外说一下就是我在今年的 不是今年的 就是我在明年2019年的春季 然后我会在成功大学咨询工程系开设一个叫做Linus核心设计的课程 然后这门课呢就是算是台新教程吧 就是这 因为你知道这个台湾大学开Linus核心设计的课越来越少了 所以现在台湾已经没有起见大学在开Linus核心设计的课了 然后江中大学有这个OSDI 作为一种设计师做的课程 那很多时候呢是阅读这个程式嘛 然后搭配一些 搭配一些Kernel module 去让人家分析 但是这样的动作可能太慢 而且很可能你没办法跟上Linus kernel的一个发展机制 那所以我想在明年春季的时候用一个新的手段 就是说我们透过这种动态追踪的机制去探讨 然后重点是带着学生动手 动手去改课 而不是这边举出来举出去 不动手你绝对是不会观察到什么东西的 然后也不能去排除你过去的错误认知 反过来说如果有办法动手的话呢 其实有你很可能就可以更好的掌握 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轴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我们透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机制 就是像EPF这样的一个动态追踪的机制 带着大家去观察Linus kernel的行为 然后在进行这个讲座之前呢 再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有一系列相关的线上讲座 那这个东西都是对Linus kernel的掌握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答题 就是就算有刚才像提到这个EPF这样的工具 其实你不见得还是会理解Linus kernel 因为毕竟Linus kernel有很多很复杂的技巧 还有很多背景知识 所以我这边稍微列出一下 就是说你第一个你需要了解什么 西元 那当然对你第一次听到这个话的人 会觉得奇怪 说你都已经了解Linus kernel 都要尝试了解Linus kernel那么复杂的东西 你怎么可能不懂西元 要注意到一件事 西元我们学的绝对不是语法 我们学的东西其实是 应该是要很广泛的 就比方说你要从这个低手的资料 也就是从规格书 还有相关的这个标准的这个制定 还有包含说编译器对规格的那个相容性 还有说这相关的这个工具层次 然后再来是逐步从指标啦 函视护教啦 递回处理啦 还有包含说像一些硬体特性啊 我们所谓的这种alignment啊 配定啊 甚至包含说 记忆体配置 还有一些这个效率正确性的问题 那过程说呢 因为我们会使用到编译器 那编译器基本上你都会打开 多数情况下你都会打开最佳化 那最佳化到底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其实是你我必须要很注意的 其实如果说你有看那个 有注意到Linus Kernel Main List 简称叫LKML 那你会发现 常常人们会讨论编译器最佳化 导致一些错误的状况 或者说有些程式码 它在没有打开最佳化的时候 乍看它的行为是对的 但是打开最佳化发现行为是错的 那这有可能是来自编译器的问题 或者是来自原始程式的问题 那不管这样 你就要了解它 否则你永远在那边 原始程式码举出来举出去 你不知道最终程式码的 二进位的形式到底是这样 在执行行为是这样 那当然这个过程中 你除了了解编译器最佳化的概念以外 其实你甚至更好用的是 实际上去打造一个编译器 那你就会了解说 这个中间要考虑到非常多的议题 然后再来是说 像Linux Kernel它是大量的 运用到物件导向 对标化器 西元当然可以做物件导向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程式开发的一个模式 那本质上它可以跟程式源脱钩 只是说程式源可以给你一些语法 你可能写某些动作 比方说在做继承 在做多型 也许会比较 程式码会比较短 但是它不是一个必然的 那关键是它的思维 那Linux Kernel大量的出现物件导向 所以关键地方是你要知道这些是怎么做的 那这个 以物件导向来讲的话 它在实作过程中 它就大量透过什么 透过一些pre-processors 然后透过一些技巧 还有搭配一些编译器的行为 像Linux Kernel的module Linux Kernel的module里面 它就有一些特制的maker 还有特制的link script 那所以导致说 你会发现很好玩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了解Linux Kernel之前 或者是同时要进行的事情就是这样 更彻底的去了解这个西元 所以我们在2015年开始 就有做这样的讲座 叫做你所不知道的西元 那就是带着大家去探讨 所以这个强烈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是真的有心学习Linux Kernel 你一定要重新去探讨西元 即使你已经开发经验是非常多年了 就是十几年或是更长时间了 但是因为我们所用的这个程式语言 我们所用的这个开发工具 以及它的这个整个思维 其实它一直持续在进展 那Linux Kernel 依据Linux Foundation的统计 每一个小时是改版八次 不是八行是八次 所以一次可能是一千行 或是更多行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状况 所以必须要去好说 你对这个西元也足够这个认知 所以在我们这个你所不知道西元这个讲座 我们就准备了这个线上的教材 那里面大部分都是有录影的 那欢迎就是去参照 那如果说中间有些提问 也欢迎透过这个线上讨论区 然后去提出来 那除了这以外呢就是 你会发现说很好玩的地方是Linux Kernel 它基本上反映了现代处理器的设计 Linux Kernel 很有趣的地方是说 它支援非常多的硬体架构 但是这些硬体架构呢 如果说太久没有人维护这个硬体架构 或者说这个硬体架构的这个接纳度比较有限 就是接纳的状况比较有限的话 甚至还有可能它会被 这些相关的层次还有可能被捨棄掉 然后那好玩的地方是说 Linux Kernel也会支援一些很新的一些架构 当然这个所谓的新是相对的 那比方说你可能知道就是说 在这种益值的多核 所谓的这种从SMP到这种Hetogeneous Computing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 Linux Kernel会去对这些架构做支援 那所以你要看懂Linux Kernel程式嘛 你要理解Linux Kernel的实际的运作 势并你要对现代处理器的这个行为 要非常多的理解 那这一样呢我们也是准备一个讲座 那这个讲座就是去 希望带着大家用相对短的时间 那你大概可以做 如果你对这个处理器的认知比较有限的话 也建议你花个大概三个小时 那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准备一些录影 你可以用一个比较快速去播放 还有包含说这个上面的一些教材 然后这个教材里面呢 又还有对应的这个背景知识 那我们这边会去交叉对照 这个台湾的这个清华大学资工系 黄婷婷教授的这个计算器组织结构的课程教材 那搭配 那这个东西一样也可以对照这个吸引员去看 然后呢要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处理器真的是非常复杂 它不是其实很多个CPU核心 然后在最后是它的这个沟通 甚至你可能知道一个东西叫concurrency 这考虑到这种在这个多核 还一直多 一直多核还有这个复杂的这种 记忆体的这种堆叠啦 记忆体这种存取模型 这个要考虑一体都非常的复杂 然后比较麻烦的地方是 这个世界是不会等人的 所以你在学习Linus Kernel的时候 你这些东西真的是需要一併的去探讨 然后Linus Kernel它是一个针对各式各样需求 所以它的很多时候它会针对这种效能做最佳化 针对这种硬体架构的这个资源 所以它会做很多调整 它不是设计来给大家阅读的 设计来给大家当做一个 你懂吗 不是当一个这种很经典的东西去当你去观摩 不是它才接求问题的 那解决问题的当下 或者做最佳化的当下 有可能会引入新的问题 那Linus Kernel的做法是怎样 就是持续去改进 所以比如说你每次阅读 比方你阅读这个时间点 比方说上个月阅读的时间点 那到这个月的时候 你发现其实程式码改了 改变是什么 因为发现有bug 那去修正 发现过去的手段其实还不够好 还可以做得更好 甚至更有趣的状况是怎样 是你会发现某个子系统 某个模组直接整块被丢掉 这个在Linus Kernel是常常发生的事情 所以一样你需要对这个现代处理器 尤其它这种计算机结构 多可的 你要有更多的认知 然后再来是说 暗处理器是Linus核心一个很重要的应用环境 所以就包括说每天用的手机 平板 或者说这些网络的这些路由器 那不然说内建Intel或是MD的这个什么 这个处理器的这个笔记型电脑 里面有on的处理器 然后比方说WiFi的晶片 那有很多它就是用这个on的晶片 那on在整个Linus的这个生态 其实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一样我们也有准备一个对应的这个现象教材 这一样就是也有准备一些路 那当然这些东西的筹备不是那么好 所以这个也在我也是尽可能继续尝试去准备 那所以当然这过程中有很多东西真的是做不好的 所以如果说你发现哪里不好 你可以去修改这里面公笔啊 甚至给我们一些指引 好 那在on的部分的话就是会去探讨说整个 从指令集设计啊架构设计啊 然后再说虚拟化 那注意到这个虚拟化的不是很遥远的东西 其实你很可能每天都在用这个虚拟化技术 只是你没有感觉到而已 然后除了这以外呢 还有报道说这个MC的针对这个MicroController 其实每只手机或多或少都有可能有这个Codex M的支援 比方说想个简单事情 你手机上有一个APP 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APP 就是这样寄不起 那么想问一件事 当你在跑步的时候 就是待着手机 比方说你放在这个胸口 或者挂在身上 那你就跑步 那你跑步的时候呢 手机的萤幕基本上是这样 是按掉了 它进入休眠模式 然后那为了要省电 那所以处理器会进入一个什么 会进入一个Sleep Mode 当然要看不同的这个Sleep Mode 那最省电的就是所谓的这种Deep Sleep的模式 那不管它是什么样的这个休眠模式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那安乐处理器都是休眠的 那为什么机部器可以寄到 我在手机休眠的前提下 那些跑的步数 对 你想 那 所以你想 那该不是萤幕关掉 然后处理器继续跑 这样不对啊 这样的耗电 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是这样 是处理器关掉了 但是 有另外一个处理器 去帮你寄这些步数 那谁在寄呢 就是这种Codex M 这种东西把你寄 那所以除了这一外 我们也有提供这个 这种Micro Controller 好 那一样呢 这个东西也是这样 只是 呃 来跟大家探讨 好 那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 所以这个在 呃 手机里的按处理器来讲 我们不是只看手机 我们是以 手机里面的按处理器 当这个出发点 好 我们讲到这个A系列 针对这种应用程式的 这个Micro Controller 好 这是主要大众的 但是 之后也许行有余力的时候 我也来探讨这个 呃 跟 车用 好 就是真的 我们最近也在 我们在成功大学在开发车车 我们开发好几年了 从 2012年就开始了 那就是 就真正做一个自驾车 然后 一步一步的带着 就是去 去建过这个 系统 当然现在系统也复杂 那中间 有很重要的事情是说 也是用到这个Linus 那所以这个东西呢 也是一样什么 也是了解Linus Cloud 一个很 很重要的一个背景知识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 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作业系统概念 与文艺父亲 这个东西要讲什么呢 就是说 呃 这个主要是针对 Linus Kernel 相关 但是它不是直接讲Linus Kernel 比方说有些是讲IoT 那我们自己也有发展一个IoT的作业系统 这个叫Pico RT 那这个东西就 不是Linus 但是它有很多地方是学习Linus 但是它变得很小 它就大概就 20k 20k的这个空间 那当然 Linus Kernel 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只是去把Linus 一些比较经典的东西 比方说这种Sofia Q 比方说它一些 这个资料结构 像Link List的那种实作 我们把这些技巧把它带进来 然后 那这个东西呢 是针对IoT 那我们也会跟大家探讨说 除了IoT以外呢 比方说你可能有听过一个东西 叫Micro Kernel 那Micro Kernel 像是CMU的MAC 然后再是在手机 如果你的手机里面是用QuackCon QuackCon的晶片的话 那你会发现很好玩 那QuackCon的晶片里面呢 让QuackCon的Modern 就是那些数据通讯啊 还有这种 LTE 或者是 就是那种CDM相关的 你会发现里面也有一个Micro Kernel 除了这一外的话 你会发现Apple Apple的iPhone里面呢 它会有一个 有个部分 有个独立的处理器 但是独立的处理器上面 也有运作一个Micro Kernel 那个Micro Kernel里面 就专门来做什么 做这种生理资讯的啦 然后做这种安全交易的 那这个东西也是在 就是我们在这个 作业系统概念 余文复兴的这个讲座 其实是探讨的 除了作业之外 还会去探讨 像前面提到这种Concurrency 讲到这种 针对这种高负载的啦 多核的环境下 那 那跟我们这一个 NINUS核心设计讲座的差异在哪里呢 就是说在做这种概念 余文复兴 我们希望探讨是这种概念型的 它是讲广度 然后呢我们希望可以去涵盖 不同的这个 主要是以开放约实码为主 那就是 我希望说我们在这个讲座里面 谈的东西都是精衡是讲open source 我们避免去讲那种 需要特别去授权的 这个一来是这种资讯的交流的这个 不要让大家 尤其工程师朋友们 不要让大家背负这种压力 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基本上是公开资讯 那也许有些部分程式码是没有办法看到 但是你可以在其他的公开就看到 那最关键的地方是说 呃我们希望引导大家去想 就是说 通过这个了解作业系统概念 了解不同的作业系统的行为 那最重要是怎样 有机会去开发自己的作业系统 成为自己的电脑主人 当然不是说你用NINUS就不是主人 不是啊就是说 呃你总是会在特定环境下 你需要开发作业系统 好 注意到我们讲开发一个新的作业 因为往往它不是取代旧的作业系统 而是怎样 而是跟现有作业系统所搭配 还记得刚刚讲那个寄付器那个应用吧 寄付器那个应用就是说 你看 你的手机是 比方说你跑Android的手机 Android的系统 那当然它主要的作业系统是Android 但是Android会进入休眠 那休眠的时候谁跟你寄付 好 那你就需要一个独立的作业系统去做这个运作 或者说你在跑步的过程中 手机可能还是开着 比方说去播放MP3 播放一些音乐 好 那可是 因为我们跑步可能是一个比较长期的 比方说跑马送 可能一跑就跑了好几个小时 那如果说我这个处理器都是以全速来运作之类 也不太好 所以有没有可能是说 我在播放MP3的时候 我萤幕关掉前提下 我就把这个什么 工作量 offload到哪里 我们特制的一个处理器 比方说CodexM 或者其他的处理器 然后用我们的作业系统去把这个工作量 播放声音的工作 然后继一步的工作 或者说其他这个监督Linus 有没有不正确运作 就是像刚才提到这个车用电子 就是我们这个汽车的这个系统 自动驾驶的系统 来讲话你会想 那其实我需要一个系统是什么 一个专有的作业系统去监督 我的这个 因为我主要是跑Linus 然后搭配一些open source的那个系统 那这个东西有可能会crash 或者说它可能没有crash 它就暂停没办法运作了 那我车子开到一半 如果说Linus卡住怎么办 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Linus卡住可能 但是它底下轮子还有那些什么 那些推进器还在往前走 那当然有量造意外 所以这时候你就需要怎样 需要自己的作业系统去控制这样的一个自动驾驶 那这个是在我们这个作业系统概念 因为文艺复兴想要探讨的 那反而过来说 Linus核心设计就 顾名思义就是这样 是专门针对这个Linus kernel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我们准备的这个材料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点要探讨的东西叫做EBF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 我会花就是还有其他的篇幅来看 Linus在工业控制 那这边讲的工业控制很广 不是只是用在工厂 也有可能用在什么 用在这个火箭 像SpaceX Elon Musk 他的SpaceX 里面的火箭控制系统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跑Linus 那更正确的说 他是跑什么 他是跑一个修改过的 修改过特化的一个Linus 我们称为叫做LiotaNinus 那这个LiotaNinus LiotaNinus 又用了什么 PrinRT 所以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说从工厂的 从这个自驾车的 从那个火箭 所以包含说这个火星探测号 那火星探测号里面也有用Linus 所以我们在这个讲座也会去补充这些资讯 那当然现在这个讲座的内容还是很有限的 所以我就希望说我们可能每个月有类似像现在的这个讲座 然后跟大家来探讨 然后引导大家去调解Linus kernel 好 那再提醒大家 就是说中间你发现有什么问题 比方说什么直播断掉 或者说你发现任何问题 那就是在这边去提出来 好 然后我们终于可以往前进了 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 EBPF 那本质上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核心层面的一个动态追踪机制 然后广泛来说的话 不只是Linus 其实我们讲这个动态追踪Dynamic Tracing 它其实是现代软体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 除错归追踪机制 那因为现在系统真的是很复杂 所以有没有可能呢 让这个工程师用相对低的成本 在短的时间去克服那些 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问题 那很多问题其实它 它不是说软体会当掉 也不是说软体会不稳 其实不是讲这件事 而是说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就是说假设你今天做一个手机 那你知道一件事吗 手机的出货量很精人 随便都是百万千万或是上亿 那手机一旦出货这么多的使用者 这么大量的部署 那出问题之后 那你请问你要怎么去Debug 你总不能跟使用者说 你用了手机之后 请你干嘛 请你一天到晚都接着这个USB线 那这USB线请你打开这个除错模式 那你只要什么 层次当掉的时候 请你什么 透过USB线 然后透过什么东西的 把这种必要资讯给我 然后呢 除错的时候干嘛 请你给我IP位置 然后干嘛 用圆端的GDP打电器台 这是不太可能 又不太现实 你是不是这个 第一个使用者不见有这个耐心 你有没有付给他钱 然后他要的是一个产品 结果你要的是什么 是排除问题 但是你排除问题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你这个环境 其实是这样 是你很难去重现的 然后你很难去要求最终的使用者 或者最终的这种部署的 软体部署环境去特制 特别去设定 那更麻烦的要是说呢 手机就是麻烦的 更麻烦的要是 云端的这些设备 那云端的设备 不管是我们讲的规模 使用者 基本规模 机器的数量 都是极快的成长 然后它整体的复杂度 就是非常复杂 它非常多层 以前呢 就是一个作业雄核心 然后上面有什么 上面有一些 西元的资金环境编译器 然后上面有应用程式 后来你会发现什么 它可能有PHP 有Python 有Ruby 然后甚至还有一大堆 很复杂的这个资料库 然后上面还有各式各样的开发框架 各式各样的这种 我们所谓叫做 Business Logic 那在中文翻译叫做 业务逻辑 或者商业逻辑 那这个它的层级都是非常复杂 那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出错 更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现在很多系统都是 需要非常多的机器 去彼此相互去运作的 所以在人们拥抱这个 一段运算跟这种 所谓的Big Data的时候 这些大规模的生产运作环境 它就会这样 问题就越来越多 所以你会发现 多数的这个 方理工程师 其实 他花的力气是这样 其实不是在科程 是吗 像我的学生 我会发现很好 现在大学生 他会讲说 他们都不说 他不是说写程式 他们叫打程式 那我就觉得奇怪 其实都说真的 尤其是工程师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 其实你工作环境下 你根本没有机会 太多时间在 撰写程式码 或者敲打程式码 你没有太多时间做这件事 其实多数人都在干嘛 就在除错 对吧 而且这个除错很麻烦 就是你要跟不同人沟通 比方说你要去跟QA的人 甚至要跟一部分的这个早期的使用者 去干嘛 去想办法去重现的问题 然后重现问题的时候 还要考虑到 重现的成本有多高 比方说 我举个例子 我之前做 帮某一家公司 做一个 那种 机械手臂的东西 那个就很麻烦 因为那个东西是卖到 某一个欧洲国家 因为这个还没有 讯息还没有公布 所以我还不能讲太多 不过你猜得出来 某一个国家 那这个国家呢 它的工厂 这是一个工业大国 然后呢 它有趣的地方是 那个bug 就只会在那个国家会发生 然后 我们在台湾的这个测试环境 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做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硬体 那软体当然是这样 就是也是想法去重现 但是总是没法重现 然后好玩的地方是 但是我去那边现场排除过问题 但是我一到现场的时候就好了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很讨厌的 比如说机票买了 买了两个月的 就是我在那边待两个月 讲出来 待两周 结果那两周都不会发现问题 然后我一离开 再过一段时间又坏掉 那到那周又好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 因为它是一个工厂 那你要让这个环境停下来 你可以想想看 这工厂的这个能力成本 对不对 欧洲那个成本那么贵 然后再次 它重现的成本 又是这么高 但是问题 你能不能去解决问题 不行啊 你这个工具机 或者这种机台 这个出了人民机器 才来负责 所以事实上呢 后来我们去解决问题的时候 动用到非常复杂的东西 其中就包含什么 就包含说这个动态追踪的机制 所以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在一边部署的前提下 其实就开启 在某些条件上 就开启动态追踪 所以就是说 我可以让这个市营运的时候 或者说在特定的场域来讲的话 这些资讯的这样 它可以回报到我们在台湾的这个管理开发 好 那 在云端的环境下 更是如此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其实整个动态分析的关键在哪里 叫做活体分析 那这个活体分析很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整件事呢 在对于软体开发者来讲 它就是这样子 它就像查取这个资料库一样 好 然后呢 它就是去 当下的这个执行的状况就是这样 就像一个 你在查询资料库一样 然后更具体来说的话 它的做法是这样 就是简单说 程式码会被安插某一个Program 那这个中文意思来就是探针 就是说你会去 有点像那个中医里面针灸 对 就是在某些穴位置打一个 那这些穴位 比方说这个穴位跟肾面有关 或者跟它的这个内分泌有关 那所以我在这边穴位去安 或者特念虚位去安插一个Program 他说一段时间我就这样 就会发现这上面有些什么 有些症状 然后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过程中这个人 你看我们在针灸 或者说做这种治疗的时候 其实这个人还是活着的 我没有让这个人暂停运作 没有 我们更没有这样 更没有把他的身体切开来 去做这种postmortem postmortem叫什么 就是人死之后去干嘛 就是做这种 人死之后动手术 拉丁文叫postmortem 那我们不是做这种死后厌世的动手 不是 而是在运作的当下去做这件事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如果这整套这个动态作用机器 如果内建在作用系统的话呢 那使用层级的这个程式 这个就有机会随时采取这个资讯 然后进而去去勾勒出 拼出这个软体运作的机制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这样我刚才提到 他不是做postmortem 不是这种死后的这个 就是让整个软体停下来 不是 他是其实在软体持续运作的情况下 这件事就像你去拍一个X光 拍一个这种CT 或者去帮他把脉 那最后关键是什么 是 让我们再不用修改 不用动执行时期的去修改 这个 我们的流程 我们原本的流程还是一模一样 所以不管说你说今天做运端 做很复杂的东西 做什么资料库 原本的流程还是一模一样 但是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 是在动态时期我可以掌握什么 这些资讯资讯 甚至你可以在动态时期去变更 整个作用系统的运作 那这个东西听起来很神奇 其实这个东西早就出现了 那最有名的案例吧 就是D-Trace D-Trace是来自Soraris 大家都知道Soraris 是来自一个很厉害的公司 叫Sun Microsystem 然后后来被Oracle买下来 那这个D-Trace 它这个跟Soraris作业系统的整合度非常高 所以你可以去观察 甚至做作业系统内部的这种Cash Miss 或是它这种Page Fault 或者你想到很多像系统互交的成本 或者说这些执行时期的路径 它的这个顺序 你都可以这样透过D-Trace去做 甚至你在D-Trace里面还可以写一些脚本 专用脚本去观察 比方说你发现什么 你发现这个网络风包 它可能在某时期 它的风包量会变得很大 但是麻烦的是说 因为这个风包的处理 往往是这样 往往是需要一个环境的 所以你就把这样的一个脚本 说我去追踪风包的处理 所以一旦这个风包量很密集的时候 我就提出个警告 然后把当下的这些 做一些内部的资讯 把这样采集下来 那这个东西就像一个什么 就刚才讲的 就像一个针灸 这个针 这个针就是分析风包的针 我就把它戳进 戳进这个网络堆叠里面 所以这个网络堆叠运作的时候 它平常可能这个针都没有什么反应 但是怎样有趣的 就是一旦它有遇到很频繁的这个风包的存局 这时候这个怎么 这样感测呢 就发生了 那这个D-Trace 对这个Sewise是非常有用的东西 然后后来这个Oloco在今年 把这个 应该说正确说法应该是去年 去年跟今年都在做这件事 就是把这D-Trace重新释出 原本的授权不是GP有箱口的 它是用这个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 一个CDDL这样的一个授权条款 这个东西跟GP有是会冲突的 那后来Oloco遵循这个社群的想法 所以就是重新用GP有去释出 所以这个在Oloco它自己的这个Linus版本 它也有这个D-Trace 那除了这里外呢 就是因为D-Trace长期来讲是在Sewise上运作 那Linus上没有一个在去年之前 没有一个被社群广泛接纳的一个词 方式 所以在Red Hat它自己搞一个东西叫SysTap 那这个SysTap 基本上它的想法就是取自于这个D-Trace 也就是动态的去追踪 那不过D-Trace有一个比较显著的问题 因为它就是它其实是 它其实是 它其实是 需要对Linus Kernel做一点更动 那可是这个Linus Kernel更动 Red Hat它的更动还没有整合到Linus Kernel内部 所以它没有被正式的采纳 所以它在用的时候呢 其实都要一些比较复杂的设定 然后呢在华为 这个很值得一提的地方是说 华为其实它也有搞一个东西Tap 然后叫做KTap 那这个KTap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目标 它的目标是这样 它有两个目标就是 它是一样也是做动态追踪 然后关键的地方是它用一个轻量级的一个Script 那它用什么Script呢 它就是用这个Lua L-U-A 它用这个Lua Lua这个程式员 然后它有一个 Lua有一个加速器叫做Lua JIT Lua JIT 然后用这个东西做整合 那不过 然后不信的地方是 这个专案已经有一阵子没有维护了吧 大概有一年没有维护了 它的目标是 达到SysTap 或是D-Trace的功能 但是它的成本很低 然后这个网址你不用点 点了之后你会得到一些 不想看的东西 因为华为在这个方面已经 开发已经停顿了 所以这个 但是它里面想法也真的重要 就是它 就是 一样也是把一个 一个的一个Pro 或者是某一个条件 然后把它注入到Inc.com里面 注意到我用的术语叫注入 然后 如果你对这个 动态的这个追踪机制呢 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是这个 OpenResty的这个什么 的专的这个 发体者 它写的文章 它就跟你讲说 什么是动态追踪啦 然后这个 动态追踪可以做什么事 再来是它的这个整体来讲 它的优点 然后 反正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D-Trace 那D-Trace做了做了什么事 它的 它为什么它那么强大 受到那么多的推崇 然后 那甚至它有一个自己的一套程式员 所以你知道它就好像叫D-E-L-E-B-E-M-A-C-E-D-E- On- the other power 不要跟另外一个D-E-L-E-A-L-E-N-E-A-L-E-B us-D-E-E-B-E-E-B-E-B 你要探测做一种核心内部的一个事件 你可以描述你要做什么事 好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他也提到这个System 所以在这边也讲说这个System 他本质上也是一小段程式嘛 注入到什么 注入到Ninus Kernel 然后呢 所以Ninus Kernel呢 一旦注入这个Proper的时候呢 跑完地方就出现了 发生某事件的时候就这样 就会做特定的动作 回报一些特定的资讯给你 好 然后所以本质来讲的话呢 你会发现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它都有注入 不管是哪一个实作 不管是这个D-Trace也好 那个System也好 或是华为做的这个KTEM 然后基本上它都是一个什么 它都是一个特定条件 然后呢 动态实际注入在做一种核心内部 然后呢 再来是这个Brayton Gregg 那Brayton Gregg呢 是他之前是在上班会事件工作 那后来他在这个加入这个Netflix 那你会应该会蛮常看到他写的这个Blog 也许是看过了 只是没有注意到是谁写的 那他最知名的这个就是那些Linux的效能分析的 分析的一些文章跟他的一些通片 那这种值得去看一下 好 那再来是说 那底下他就跟你讲说 这个 这个 OpenResty这个 这个 开发者他就提出这个经验 就是这个 他就跟你讲说 项目分析啦 还有说 他实际上要怎么去 去追踪 去排除那个系统的运作 运作方式 反正说这样 这个像是更多 到底做的什么事啦 那很多时候 尤其是在这种 伺服器 那我们很在意的地方是它的concurrency 就是说我同个时间我到底可以做多少任务 那很多时候呢会遇到什么 blocking 你遇到blocking的时候呢 这整个同个时间能够服务的这个 这个 工作量 换个角度想 这个叫什么 叫做徒步 就徒步 就会整个这个什么 整个徒步就会下降 那这都是我们要的 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通过 前面讲的是Tabla Dtracks 去排除的问题 然后再来是 因为现代的处理器 真的都很复杂 所以比方说你看 我们就是这样 就会看到 哪些处理器是在运作 哪些处理器没有在运作 那我们知道任务师执行在 有在运作的处理器 还是没有在运作的处理器 那这些动态追踪的工具 都可以写出道理 然后呢 最关键的地方是什么 它就是它体现了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力量 所以我们要能够掌握这些运作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 功能是掌握这些东西才有这样 才有一个才有办法过有品质的人生 然后才可以避免这种盲目的去加Print-K 了解人家照应事 如果说你在除错 在debug Linux Kernel的 module 的时候 就是透过Print-K去debug 那边讲一个很悲剧的事情 现代处理器都很复杂 所以你加Print-K 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程式行为完全不符合预期 事实上Linux Kernel很多地方是不能加Print-K的 一旦加Print-K 它可能会完完全的不能运作 比方说 你可以做一个实验 你在Linux Kernel Schedule 比方说CFS 随意加一些Print-K 那你发现它就不能运作 所以事实上呢 你必须要越是复杂的很重要 你越要透过什么 透过这种机制 这种Kernel-Straising的机制 去让你做到 好 然后所以这篇文章呢 确实是让你去看 就是很值得去读整个议题 好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好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 动态追踪的机制 那接着我们来思考一个议题 就是说有了这样的动态追踪机制 我们可以来做什么事 这是我们接下来去想的 然后这边呢举个例子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 先来看一下我们这台机器的配置 这是我其中一个拿来工作的机器 然后你可以看到说 从这个HTOP告诉你 其实这个台机器还蛮丰富的 这台机器的这个Rain 还蛮大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来讲扣掉GPU占用的记忆体 那因为有部分分享给GPU 所以实际上CPU这边看得到的就是 有94.2GB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 你可以看到48核 然后这个是实际上 我们有拿来做功能的事情 就是实际上有在运作的 有在做特定的服务 我不能跟你讲做什么服务 但是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怎样 是有在用的机器 然后我想要知道什么事情 我想要去追踪 比方说这个什么 比方说这个Clone 这个系统呼叫 这晚点我会跟大家介绍 这个系统呼叫做什么事 那简单就是说 你一个程式在就是一个process 在建立一个process的时候 或者建立一个thread的时候 就是userspace的thread 执行序的时候呢 会用到这个Clone这个系统呼叫 这种呼叫 那我会好奇说 这个系统中呢 有多少城市被 有多少城市被建立 有多少行程被建立 那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这样一个动作 我需要几行来运作呢 好很好玩 这有了这个EBTFL之后呢 事实上你从而到尾只需要什么 只需要一行 只需要这个 我们标示出来这一行 就可以运作 那我实际上运作一次给大家看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追踪程式跑起来了 好 然后它是注意到 这个跑 运作的时候就是一个什么 动态追踪的机制 所以我给大家提问 这个是怎样 这个城市 就是我们这个环境 其实在运作了 才服务特定的对象 那你可以看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在画面中陆续看到有Java 然后有看到这个DuckD 它猜出来 把上面跑了很多Duck 所以我刚才不能讲的东西 有些跑在Duck里面的一些环境 是做一些应用的 然后在什么 这上面有不同的任务在执行 然后跑完那边是什么呢 回顾看一下刚刚那段城市 当我们发现 当我们每次发现这些什么 这个城市在建立的时候 我就干嘛 我就印出一个Hello 所以你可以看画面都看到这个字样 然后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过往你要做到这件事其实很困难 因为你想就是说 你可能知道有一个工具叫什么 叫做Astress 但是Astress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是追踪系统呼叫 还有它对你的这个signal 那里面有一个Astress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模式 它会去追踪什么 它的这个trial process 所以就是说 比方说你去追踪某个城市 这个城市里面用到fork 所以它会有什么 它会有这个trial process 原本的城市就变成Painment process 那同样我的trial 可以再fork出新的trial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追踪这个系统之后 有多少这个 有多少 新的这个 这个行程被建立 新的process被建立 那你可以用Astress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一旦一个城市透过Astress去追踪 它的执行 的时间 就相对没有被追踪之前 大概需要10倍 或者更多 更多的这个时间成本 那一个城市一旦它的 执行时间拉长了10倍之后 你会发现什么悲剧 很可能它的行为就不一样了 比方网络的行为就不一样 反正说这个 答案处理行为就不同 这是一个第一个问题 就是 大家一旦透过这种Astress 工具去追踪的时候 它这样 这个原本状况就不同了 然后再来是说 即便你透过Astress去追踪 你可能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请问你要用哪一个东西去追踪 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 你当然你可以选择去追踪 像这个 init 那你当然可以选择去 trace 像init这样一个 或是systemd这样一个 你可以选择去追踪 这个systemd 因为systemd 你可以看到它的pid是什么 它pid是1 所以基本上我们后面这些程式 不管是不同的使用者层级的程式 它不管它就这样 它就从这个 从init或是systemd fork出来 那的确你可以去追踪这个 那个什么 就是这个 systemd或是init 但是你会发现 这过程中 你的程式也不能运作了 对吧 因为这个 我们追踪的是从这个init开始 但是你会发现整个系统 慢到一个不可失业境界 甚至过一段时间 它系统可能会crash 所以这个东西都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东西都很简单 对不对 我们只对特定的系统不叫有兴趣 我只对特定的条件有兴趣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一个有效的一个动态追踪机制 就变得非常关键 好 所以请记住这一点 我们 我们观察这个很重要 那反过来说 一旦你可以动态的观察 或是动态去安插一些追踪机制 就像刚才给大家看到这个 我动态去安插像画面中这样的一个程式 我的系统还是运作 像刚才提到我们这台机器是真的干嘛 是真的有在服务很多人的 真的有在做很多很复杂的事情 但是 我在追踪的当下 我这些服务是怎样 我不用公告说 我今天为了要怎么直播做实验 然后就停下 没有 我还是继续运作 更亏力的是 多数的使用这台机器服务的人 可能都没有感觉到 好 好 那终于我们可以来讲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我们的主题 EBPF 好 然后这个BPF 你去找资料的时候 那我还会发现它是什么 是这个 伯克莱大学的 他们 这个 做的这个Pay Theater 然后注意到这个BPF 这个东西是 从1992年就有了 然后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最初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自命上的意思 就是风暴的过滤机制 然后我们底下还会再讲一下风暴的机制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东西叫EBPF 它叫Extended BPF 然后呢 你从BPF过渡到EBPF的时候呢 从原本的风暴过滤机制 但是到新的EBPF的时候呢 它就不是只是做风暴过滤机制 尽管还是很多应用是跟风暴过滤不关 但是EBPF出现之后呢 很多时候就不跟风暴无关 比方说像画面中这段程式嘛 它的确是用到EBPF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至少这件事 乍看是跟风暴没有关的吧 对不对 它是一个系统呼叫 但这个Chrome是一个 一般性的系统呼叫 它其实没有说 专注在这个网络风暴 然后更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EBPF EBPF呢 它是变成一个 Linus kernel内建的什么 内建的这个追踪工具 那你可以做到动态的静态的 还有可以追追追追一些这个 我们称为叫profile event 就是说你可以设定一些事件 这完全为止也有一个例子 所以事件就是 哎呦我刚才看到什么事件 然后做推进的动作 然后这个东西呢 是这个Brayden Gregg 那提到这个Brayden Gregg 他在他的他的网站 提到他的这个整体来讲 搭配的愿景 那整个东西我们刚才提到 它是建构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软体 叫EBPF 那他的开发工具称为叫BCC 一样等下会讲 那BCC是一个Torchern EBPF是运作在kernel里面 它是一个虚拟机器 对你没有听说 它是一个虚拟机 然后那整个东西搭配起来 又是一个tracing tool 然后你看画面中这个东西有意思 来思考一下 画面中这个东西呢 先看右下角 右下角看到什么 你看到CPU跟DeRain 那就是处理器跟这个 跟你的主机体 这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呢 你看到CPU这边有个profile 所以事实上讲 你有机会去追踪 追踪这个CPU目前的这个状态 那如果你对这个 这个Linus上的profile 比较熟的话呢 你应该知道有个东西叫什么 叫perf 好 那perf呢 就是它的运作机制怎么运作呢 事实上大家就要 要搭配一个硬体的什么 分析的机制 在我这个成大的这个 网站上 我们有提到这个机制 好 那不难找你就找perf 再加这个 应该直接打perf就会出现了 好 然后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东西叫pmu 好 这个 就是pmu全名叫什么 叫做performance monitor units 然后他注意到它是一个硬体 那这个硬体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 counter 然后这个东西像什么 就是你想一件事 假设你今天去跑一个马拉松 不管是跑全马还是半马 反正就是要跑很久 所以跑马拉松的时候 你可以拿一个马表 对不对 好假设这东西是马表 所以你做的事情说 我要跑的时候呢 就按我的马表 好 然后呢可以跑 好 然后不管你跑得慢 跑得快 反正最到到终点的时候 在按下马 在按下 所以马表就停止运作 好 所以你看我跑这个全马 半马 我跑了假的我比较废 我跑了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好 那所以我就是这个 我上面就 什么 就这个资讯 可是问题 你可不可以在 百米赛跑 好 自己按马表 好 这是一个好玩事情 你回想一下 白米赛跑 来讲的话 在这个 在世界的记录来说 人类的世界记录来说 这个白米赛跑 大概都9秒 9秒 9秒多 那9秒多 你想 我按下马表 按下马表 我低头按马表 再觉得干嘛 再冲刺 这当下 它就这样 就占用时间了 再来是什么 你都已经要冲到这个停止线的时候 你还要自己按那个马表 所以导致什么 你马表启动的时间 跟马表中止的时间 它这个按下 按这个切换 对你的冲击太大 在马拉松的案例来讲的话 其实 因为大家是用分钟来算 所以这个差这个1、2秒 其实还好 还不至于影响到这个什么 这个比赛的这个结果 但是白米赛跑 不一样 它就是 跟 它就是跟什么 它就是一个 你要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人在跑步 所以 你当下你在滑手机 按马表 这个东西对这个系统都影响 所以事实上 我们需要一个特质应题 像一个PMU 它应题是什么 就是你想要 假设是CPU 那我就给特质的PMU 它去帮追踪 在追踪是什么 它是一个硬底 所以就把这科农资讯揭露出来 所以科农资讯像什么 像是Cache 像是CPU Cycle Counts 或是说包含说它的 这些Exception 这个东西 一个硬底去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我就透过PURF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追踪机制 去透过这个 把PMU资讯 把它捞出来 把它截取出来 这个叫做PURF 然后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有了这个BPF的时候 你可以跟这些PURF 底层的机制 又可以做很好的结合 所以你甚至可以干嘛 你甚至可以把那些 刚才讲过的Problem 把它安插到科农面 所以搭配刚才讲的PMU 说你可以做什么事 比方说我可以设定 我的Cache Miss 到达一个基阶段的时候 发一个实践出来 但是如果没有触发的时候 使用者层级完全不用做什么事 就是因为科农把这些事做掉了 同理在科农来讲的话 比方说他遇到大量网络风暴 所以他会受到很多中断 那我一样 我中断触发的时候 只要达到特定条件 我做对一件事情 那以右下角来讲的话 这个LLC State 就是比方说 比方说一些 跟Cache有关的行为 好 接着我们来看右边的部分 所以你看到这边右下角 应该说Linux Kernel 这边的虚拟机体 所以比方说你会看到的 像是 OM Keyler 就是Auto or Memory Keyler 或是一些机体配置 他可能用Slab 或是Slab 就是SLAB 或是SLUB 反正不管用 用时代的Allocator 我可以把他当下的事件 回报出来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以前Kernel 一样可以回报机制 但是你看 以前Kernel怎么回报 好玩哦 有没有看到 这个中间有个东西 叫System Code Interface 所以比方说以前 像刚才提到 Astrace这个程式 事实上它就需要 很多系统呼叫 比方说它需要什么 需要Ptrace 好 那本身上Ptrace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系统呼叫 注意到Ptrace 这个东西好玩 从第一版的Unix 就是1970年代的Unix 就有什么 就有Ptrace 所以很早就出现 这个 很早就出现 这个系统呼叫 然后这个系统呼叫 最主要功能在哪 就是一个行程 可以去追踪另外一个行程 然后当然被追踪的行程 它就会运作得很慢 我刚才讲的 大概就需要原本时间 大概十倍 或者更长时间 就这样去运作 好 那 所以我每次 你看哦 假设我今天有一个行程一 追踪一个行程二 所以我每次行程二 在运作的时候呢 在干嘛 我每一个动作都要跳到什么 跳到kernel前面去 好 然后做 然后呢 我把动作做完之后呢 跳到user space去 好 那做下一个动作的时候呢 又跳到kernel去 再跳过来 所以它大量的切换来切换去 好 更产的地方是什么 有大量的资料 copy来 copy去 好 那这些资料都一定要什么 是由kernel copy资料到user 好 然后user再 copy资料到 到回去kernel 好 所以你也可以理解说 为什么stress这样的一个工具 为什么它一样是追踪系统呼叫 为什么它花的时间这么长 好 因为它需要模式的切换 特权模式的切换 所以它要从什么 从非特权 user space 切换到kernel space 好 所以注意到 模式切换就是要个成本 然后呢 它的address space 这要做什么 memory translation 就是translation 就是说我要去切换这个 不同的这个什么 不同的这个paste table 然后更麻烦的是 它有大量的资料去copy 大家都知道就是说 我user这些application 它的这个看到的内容 它能够存取的内容 是有限的 通过mnu被保护被限制 然后呢反过来说 在linus kernel 也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看的 那其实要看什么 它当下 当下这个 当下这个存取的资料 所以一般来说呢 这个资料会有范围 所以我们事实上需要大量的 这个copy from kernel 然后还copy 还有什么 这个从这个user 一样把这个资料copy到kernel去 来做这个中间处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说 追踪 kernel提供这个追踪机器 它耗费的成本 其实是非常大的 那更麻烦的是什么呢 在linus kernel 它是一个很全面的东西 甚至你还考虑到一些安全问题 所以事实上呢 嗯 的确有些机制 可以让你去分享 在user跟kernel分享 但是考虑到安全 都是我们不会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以这样才能够避免一些滴滴回事 你就想一件事 假设user space 跟kernel space 可以共享同一段集体空间 那如果user space 有个恶意程式 一直去存取 存取或是发动这个写入的动作 那因为我们要确保资料的一致 所以有没有可能说 user space 的程式一直在干嘛 更新一段 这个有kernel跟user space 共用的一个区段 那这个区段呢 它就被 因为同步资料成本 资料同步资料成本 那但是 就是user space 的程式导致什么 导致这个区块 这个记忆体的区块 它不能运作 有没有可能 有 这种DDoS的攻击 其实是很常见 那你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些 这个 virtual memory 还有这种share memory的资料 那叫DDoS 那你可以看到 甚至有一些做一些专门 为了真的去 改变它的设计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查一个东西叫seo4 那seo4 针对这种 针对这种 share memory的 这个DDoS 或者这个 denial service 那其实它 它其实做了很多 这种 这个处理 好 那回到这个linux kernel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EBPF搭配 刚刚讲的BCC 这样的一个拖券 然后再搭配很多的 这个开发者的投入 所以它的范畴越来越广 注意到 它不是一口气就提供了 它是其实跟版本有关 所以在你使用这个 我们完全会提到 一些更多的范例 在你跑这些范例之后 请你先确认一件事 确认说 你的版本 一般来说 当然是版本是新一点 会比较好 然后再次跟你的硬体架构有关 当然你也知道就是 在这个S8664的环境 会是比较好 但是我们等一下也会拿一些 不同架构的东西做示范 比较说 按着架构去做示范 然后再次你画面都看到这个层面 其实这个是非常有趣的部分 这也是为什么在 我刚才在前面提到说 我在明年春季的课程 我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想要干嘛 我想要透过这种动态追踪的工具 一边去观察一个作业系统的运作 一边去看程式 而且最好是这样子 就是让你自己 我讲的你就是学生 让学生去动手去改 一边改一边观察 但是我又可以避免过去那种像 撰写Linus Kernel Module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件事 Linus Kernel Module 在运作的时候 它其实是这样 它是Kernel的部分 注意到 我们讲Micro-Kernel 跟像Linus Kernel 这种Monolithic Kernel 的差异就在这 Micro-Kernel 它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它不只是逻辑上是独立的 而且它实际上也是可以独立的 整个定制空间可以是独立的 但是反过来说 在Linus Kernel来讲 一个Kernel Module 一旦insert Module进去之后 一旦insert Module之后 它就是Kernel一部分 所以一旦insert成Kernel一部分之后 Kernel Module如果写坏了 整个Kernel就烂掉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困扰的状况 在很多人做这种追踪 像邦尔做我以前 在学习Linus Kernel的时候 这很痛苦 就一天到晚Kernel就crash 而且那时候 我说我以前20年前 那时候没有一个好用的虚拟机器 可能已经有了 但是就是要钱 或者硬体架构要搭配 所以至少在我的更调上 是没有这个条件去做的 所以我就要干嘛 我就要 我就要重开机 那这件事让我很不爽 就是 或者让我很厌倦 后来就好奇说 Linus Twas到底怎么debug 后来发现超酷的 原来它是有两台以上的电脑 用以前有个东西叫KDB 这个东西不流行 但是就是一个Kernel debug 所以其实它是拿两台电脑 所以比方说开发的是这一台 它用另外一台用KDB 就是我连进去 然后用Serial 就是这种序列陈述 把这个资料得知 然后再干嘛 然后就下一些特殊指令 反过来说 如果你作为一台电脑的环境下 那这样的行为就很不现实 也很不具体 但是有了EVPF 然后搭配这些Kernel的机制 搭配刚才讲的虚拟机 那你整个环境就变得很轻松 所以你可以同时去追踪两柱 LinusKernel 一样的程式码 给它不同的输入 给它不同的条件 那这个过去听起来 那天方夜台 但是现在都是可行的 而且这些东西 我都几乎都可以用完完全 Open Source的环境去做出来 所以是这个课程想要带给大家的 所以顺便给大家预告 就是在我们这个EPF的这个 这个讲座 准备差不多 这个讲座我可能会延伸好几次 所以这是大家第一次听 那以后我们这个 陆续这些教材准备好之后 我可能会把它拆成好几个部分 那EPF做完之后呢 我就会想要去探讨这个 像KVN Kernel Based Virtual Machine 这样的一个运用 好 那所以总之 希望你有个认识 就是说 EPF 的涵盖范围 是越来越广 好 然后呢 再是 在这个问中呢 BPF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用途 是什么呢 在Linus Kernel有一个 隔离环境 它就是一个 讯极型 所以请大家 Linus Kernel的 EPF本身就是一个什么 In Kernel Virtual Machine 然后甚至呢 你可以设计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运用这样的一个 隔离环境 去做一些很特别的操作 比方说这个XDP XDP这个很有趣 它叫做Express Data Path 那这个东西 你可能需要一点 网络的一个知识 不过你可以想象一件事 就是说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DDoS 这种 一段时间内 涌入大量的风包 它可能是攻击的 那以前呢 你想象一件事 以前呢 我要侦测一个 恶意的程式 你怎么侦测 你想想到 它路径是这样 它路径是从我这个 Divide Driver 它有什么 有这个IRQ 这些Intel发生 那Intel发生之后呢 会有一些什么 Intel发生之后 ISR 那你这个ISR呢 就是什么 收到这些资料 所以把这个资料 就回传到 Kernel的内部的Buffer 那Kernel内部的Buffer 就开始干嘛 去做这个操作啦 透过这个TCP IP 这个UDP 这种Ethernet这些 这些Frame 来制造这些动作 所以终于 我认得出它是一个 比方说它是一个TCP 它是一个SSH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然后呢 之后呢 干嘛 透过这个 透过这个系统呼叫 把这个资讯揭露 给上面的应用程式 那应用程式去判断 哦 原来这个什么 这个是很频繁的 比方说一秒内 发生了一千次 一万次 这个很频繁的东西 我这样 我认定这个东西是恶意的 所以我要把这个风暴撞掉 可是尴尬 你要把这个中央 舍弃的时候 你要透过这个很长的路径 所以你会发现说 当我侦测到 呃 侦测到它是恶意的攻击的时候 当我要做出处置 处置的时候呢 你每个动作都是 大量的kernel user 切换 大量的资料 copy 好 那反过来说 如果你一开始 就知道 假设 假设 你就是看到某种模式 就知道说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网络的攻击 好 那这样风暴我连谁啊 连解析都要去解析 或者我做初步解析之后呢 我就把它舍弃掉 那我在什么环节 把舍弃掉是最快的 在device driver 所以在这个 sdp 很好玩 就是我们晚点 会给大家看一个数据 那一个很近的一个数据 简单就是说 如果你把舍弃风暴是做在哪里 做在这个层面 device driver的层面的话呢 你可以达到非常好的一个效率 而且这个东西对整体的负载 是相对很低很低的 那好吧 那是说 如果你用原本的机制呢 你很可能只做这个舍弃风暴 或者说我们做一个防火墙 你光做这件事 你可能就怎样 把所有系统资源吃完了 你甚至没办法做其他的防范的机制 甚至你 你没有说 透过什么machine learning 或者透过一个 一个建构一个资料库去 去预测 你可能就没办法做到这种有效的机制 但反过来说 如果你用到eBPF搭配这个 刚才提到这个XDP 你就可以做到这件事 最重要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应用 好 然后呢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这整个Linux Kernel做这个 EBF 它的做的是什么 就是说 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测量这个 系统的延迟时间 或者说我们这个系统的运作机制 很多时候呢 我们 就像刚才提到这个 白米赛跑的例子 其实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说 又要按马表 又要做动作 因为这些东西往往都是互吃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在科目里面 安插一部分这种 这种 这种探针 搭配一些特定的逻辑 那这特定的逻辑呢 它就是一个 它就执行在一个虚拟机上面 那虚拟机它上面执行就是一个什么 BPF 专门设计的这个白孔 那当然这个专门设计的这个程式码 它是有限制的 它其实 在Kernel的这个虚拟机器呢 它其实只能接受什么 最多4096个instruction 然后它的这个stack的深度是有限的 它是 它的stack的深度只有522x 好 然后 所以你不能做太复杂的事情 你不能把它想成它是一个Java虚拟机器 就是 那个规模差太多了 你要想成它就是一个针灸 只是说这个针是长的针 还是 细的针 还有比较粗的 这个 每次想要针灸 我就会遇到这个 因为之前工作的关系吧 比较常去这个 中国 那中国里面真的很多奇怪的人 反正我 我之前出载的时候遇到一个奇妙的人 就是 因为我们通常出塞 时间就压得很紧嘛 那通常 会派到我去出塞的时候 有可能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那所以这个问题很好玩 就是说 我那次就遇到一个怪怪的人 他就是 他陪我一起熬夜 一起赶工 他是很负责的人 但是 我每次都没办法 张开眼睛看他 不是因为我已经累了 而是他每次跟我开会的时候 才会拿那个针 可以戳身体 那个针是很长的针 这么长吧 这很恐怖啊 就是已经开会看到一半 就是突然他脱衣服了 这我还可以记住男的吧 男的看男的还可以 在这开始搓 对不对 那我就觉得心里不舒服 然后那个针还长度还不同 它有一个异一整排的 好 虽然我也搞不懂 为什么有这个东西了 但是你可以想 那个东西的 那就是个Pro 他每次在插的时候 他觉得他疲倦了 他累了 他就插这个 然后他就去舒缓 或者说他插这个针 他就看 他就回应 所以其实整个EBPF 它的鲜味就是这样 你们觉得这东西讨厌的吗 很难念 好 然后再来是呢 因为他是一个 从使用者层级 透过BPF系统呼叫 注入到Linux Kernel的东西 所以注入进去 有可能会注入到什么 恶意的程式 或者完全无效的东西 所以其实上 Kernel会先做第一件事 叫Verifier 注意到一件事 Linux Kernel的Verifier 其实很全面的 其实不是只有EBPF会用 你可以去查这个关键词 就是查Linux EF的Werifier 实际上这个东西已经是有好几套Page 也不是有一套 就是对执行长做签章还验证 这个东西其实在不止2013 我记得更早之前就有讨论 后期有很多的实作 然后包含说Android的手机 Android手机也有这个机制 只是说他是 Android手机还有Chrome OS 这个机制已经纳入了 好 那么再继续看 所以就先做一个Verifier 去验证说 这个BiCO是不是有效的 是不是有恶意的 或者说违反我们所指定的限制 然后关键地方是什么 你看到BPF右边的东西 有个东西叫Kpro Upro 然后在各式各样Transport 然后再包含刚刚讲的PerfEvent 刚刚就是PNU 讲那个Perf的时候讲到这个 所以这个东西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本上是一个虚拟机 但这个虚拟机会跟 Kernel内部的追踪机制挂钩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 我左边写好一个什么 追踪Kernel的CashMix的程式 然后我TocoVerifier注录到 验证完注录到 真正注录到Kernel之后 它就可以挂工 所以比方说呢 我每次在存取这个PNU 我每次在存取网络的堆叠的资料的时候 我每次在处理系统呼叫的时候呢 这个针揪这个针 就干嘛 就开始动一下 去看有没有符合这个条件 那因为这个成本 都在Linus Code 它没有什么模式的切换 甚至呢 因为它的注入程式码是很小的 所以它对效能的冲击是很有限的 这跟我们刚才前面讲的S-Trace P-Trace是完全不同等级的 它的差异是很小的 它是有冲击的 在我自己的实验环境来讲的话 它是可能有百分之十几的冲击 这个变动的 但是就是说很多时候 你可以当作很微小的 没有看到的情况下 这完全跟你的负载量有关 然后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些东西处理完之后 在kernel里面有个东西叫Map 等下晚点会讲 这个Map 这东西是跟User Space分享的 所以我们只有在做完这些探针 这些proper做完的行为 做完之后 这个结果再回传给User Space 所以从此到尾 我们要kernel跟User沟通的东西是怎样 是注入程式注入进去 然后做完动作中 我通知User Space 我从那边上去取得统计资料 所以像你刚才回想一下 展示给大家看的那段程式码 这个程式码运作也是一样 就是说它在这个运作的当下 其实是User的博物馆 是不用做太多事的 就把刚才那个分析 分析这个kernel的行为 注入到kernel之后 kernel也是在有这种系统呼叫的时候 那讲这种系统呼叫的时候 就把这个结果存起来 那过一段时间 我这User Program 我再把kernel的实验读出来 所以我从来到 我的代价是低得非常多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刚才讲这些东西都可以这样做 因为系统呼叫是这样 那档案系统更是如此 不然说你上面的iNode 不然说你的MetaData 那你可以这样子去揭露出来 然后在这个网络 网络是最有搞头的 因为以前过往的来讲的话 这个User跟kernel之间 勾动成本实在太巨大的 所以这导致人都出不了 但是有这样的机制 这样就很多了 好那再来是你呈现方法 很多种 甚至可以呈现一个这个直方图 直方图像什么呢 给大家看一下 像这个东西呢 就是它是来追踪什么呢 追踪这个block device 那对Lion's kernel 比较熟悉的人都知道 就是说这个block device 像是一些hard drive 或是一些network storage 这种东西 就是它的一个储存的媒介 那我在这样的一个block device上 我可能想要知道什么 它是多大量的资料去被存取到 所以你看这个很好玩 你看我在这个城市执行到 按下Ctrl C的过程中 那你可以看到说它的分布量 这个来讲话 这个比较 counter比较多的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范围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程式嘛 异常的单纯 就是 你看又是这个 Waydenweg写的 然后 好 神奇的地方发生了 就是上面这个 这个什么 排层的地方不用管 那我们就看这个部分 所以真正注入到 kernel的地方是多少 这上面这个kernel header 也不用管 所以真正注入到 Linus kernel的地方 是在哪里 这一端 所以它可以跟你讲 这东西的BLK 就是刚刚讲的block device 那所以呢 当我呢 每次block device 在做IO完成的时候 我就做这个动作 好 那我就把 我就相当于的count去更新 好 那更新完之后呢 好玩啊 你看到我kernel做完这个动作 好所以这边我就注册一个block device的动作 好 当我IO完成的时候 好 IO完成 这里 好 IO完成的时候呢 我就这样 我就把这个 结果就把它存下来 那存下来之后呢 好 当我们按下Ctrl-C的时候是什么 就这一段 好 那我就 我就做这个print的动作 那print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把kernel里面那个 kernel里面那个资讯 拿来统计资料把它印出来 好 所以你看 有这样的动作其实就 非单纯非常多 好 因为 整件事对作业系统本身的冲击 其实很小 好对不对 就是 就是在原有的极致上 然后去 去加一个那个探针 讲一个一个针灸 然后 那个针 我每次讲到这个例子 我就觉得 就想到我那个 想到那个 想到那个 跟我工作 一起工作那一个人 对啊 那个针真的很惨 想起来很恐怖 好 那我再去讲 所以你看这个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说 有这样的机制 就可以让我们做 做非常多这种操作 那当然你甚至还可以做很多复杂的事情 像一些相关矩阵的 所以在我明年的课程 我就会设计一些作业 那去比方说分析说 比方说Folk 这个系统呼叫 它执行的时间的分布 那这个东西就很重要 就可以 甚至可以干嘛 所以你有这样的机制 你就可以用一样的这个probe 用一样的什么 用一样的这个程式 所以你可以想象 我这个同一个 同一个这个 EBF的程式 但是我可以去分析 不同Linux Kernel 比方说 我可以分析 从那个4.1到4.18 或者像我们现在来讲话 最新的那个版本是4.2 结果从4.1 4.2 4.3 一直到4.20 它那个Folk 它的这个系统呼叫的什么 执行的这个成本 而且它的时间分布 我Folk的 我可能Folk的一大堆数量 有少的有多的 有大的有小的 反正复管 那就可以看到它分布 那也可以过程中可以看到 Linux Kernel 改版的时候 对这个Folk做哪些 最佳化 那你可以对照看 Linux Kernel的这个 Git Git的那个Lock 那你可以看到 某个时间比方加入一个最佳化 如果没记错 去年有加一个最佳化 跟Folk有关的最佳化 那比方说 不管是copy and write 最佳化 或者是说一些 资料结构的调整 我们就会看得出来 那这些东西恰恰好是什么 是我们在学起Kernel 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学习Kernel的时候 不是来举足 不是在看这些 真实 是干嘛 是能够动手 去运用Linux Kernel 带来的好处 然后更好的地方是什么 你能够去改进某些东西 去排除一些 执行上的问题 然后去让整个行为 变得更有效率 这才是我们学习Kernel 该做的事 而不是在那边举出来 举出去 好 那当然使用BPF 也是要先确诊 就是说 BPF这个系统呼叫 是要打开的 那如果说你要有刚才 那个脂肪图 需要4.400以上的才有 因为 也就是这个MAP的处理 因为 就是像脂肪图 要先做统计 做这个统计来讲 4.4以上才 才会有这个机制 那底下这张图 要讲什么 就是每一个机制 遁一的版本 我们稍微瞄一下 我们就直接来看 这个4.1 所以4.1的话 就是什么 把KPROB 那KPROB 是Linus Kernel 一个存在一阵子的一个机制 它就是可以去在执行的时期安插程式码 对 你没有听错 KPROB 它的行为就是执行时期安插程式码 然后我们今天可以确保什么 安插程式码 一样还是可以用细的去写 但是它最后执行的时候是一个白扣 而且是一个在一个安全环境下 但是又不会牺牲太多效能情境下去做 好 那有了KPROB之后 再有个U-PROB 所以就比方说 像我刚才展示给大家看的那些行为 那就可以搭配U-PROB 去当什么 当这个在使用者层级 做更多的整合 做一些统计 或者对应的动作 然后再什么 再是有些 方案说它的那个Stack 方案说跟网络 或是打量系统有关的 然后在4.9的话 就整个更多的软体的事件 所以像我们刚才那段程式 就可以 就可以运作 所以像这个 所以就看到 我这样的一个事件 我去注册之后 我就会做对应的这些行为 好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 你发现什么好玩的事情 其实就是这样 这就是一个 在Kernel内部的一个虚拟机器 注意到这个东西不是只有Linus 才有 现在BPF的讨论也在 在FreeBSD也在进行 所以FreeBSD基本上也可以这样 也可以做In Kernel Virtual Machine 然后所以你要知道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要能够做到前面那些动态 执行动态追踪 然后动态的分析 其实呢 它就跟什么 就是一个虚拟机器的应用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我在大学呢 学这个什么编译器 是很有意义的课 对 虽然台型教程的资讯工程系 大概只剩下我们成大有开 编译器是必修的 有些学校比方说台大 连编译器都开都没办法开 你看多神奇啊 那我们 我们学习编译器的时候呢 也一样 其实也不是为了开发新的编译器 而是这样 知道旧有编译器怎么去掌握它 以及说我要怎么 用什么机制去怎么 跟旧有的编译器去协作 比方说你看 我们为了kernel 动态追踪的需求 去开发一个什么 BPF 开发一个这样的虚拟机器 那我要上面怎么去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 拖券啊 做一个这个 执行环境 甚至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我在上面 我能不能 你看 我能不能 用一个 更高阶的语言 或者更一个安全的语言 去描述什么 要注入到kernel里面的东西 除了原本白口 然后我可能用 因为原本是用c语言 然后转成白口 这是刚才讲的 bcc在做的 那有没有可能我用别的语言 比方说我用lua python 或者说 像你可能有听过Rust 去做 然后把 再把它转成白口 所以可以确保说 我的写法是可以严谨 但是用更精简的去做 这有没有可能 有 一样 这样需要什么 对编译器的认知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 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最早 BPF是 风包固率 然后后来被延伸 扩充成 现在你看到样貌 那么大家看 来回归到原始 来跟大家探讨一下 什么叫做风包固率 然后这时候 我们需要 很多背景知识 不是一点 是需要很多背景知识 然后 所以 考虑到时间 我就摘入几个部分 其实这个东西需要很多 蛮长时间的 那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你可能知道 就是鸟哥的Linux 就是私房菜 这鸟哥是我们成大的学长 然后 他读的科系不是 他不是读资讯工程的 他读的科系很好玩 他是读那个 那种学校 我们就是什么水利之类的 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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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了 这个 你读的科系越有趣 那做的事就更好玩了 那总之就是 鸟哥呢 他虽然不是读Compute Science 但是他最近的时候很投入 然后后来他写一个东西叫做 鸟哥的私房菜 这东西在台湾 你在顾客搜寻的时候 应该蛮常会遇到的 然后这东西在中国 那个是相当火红的东西 我记得我好几次去中 中文演讲 他就介绍到成功大学的时候 人家就会说 你是鸟哥的同事 还是什么的之类 好 然后这个鸟哥的 里面很多文件 很值得去看 然后你如果对于 网路被你支持的话呢 你的建议是从这边开始看 就是跟 它里面有些操作 跟你讲说 这个东西怎么用 然后 最好不要直接看 最好是自己照着这个操作 动手去分析 因为里面要寄的资料 资讯还蛮大的 但是动手做一次可能好一点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个东西 叫 TCP dump 你大概从名字拆得出来 在干嘛 这是 来 印列 输出什么 这个网路的一个资讯 然后你看它的名字叫什么 Dump traffic on the network 好 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其实很强大 强大地方在哪里 这边有个expression expression 对不要怀疑 它就是个表示 所以事实上呢 它不是只是把风包的资料都用出来 你想一下吧 就是 像我们20年前 我们那时候 很多人在玩BBS 那帮忙我自己也是好几个BBS站的站长 那时候我们会用这种工具来干嘛 你也知道吧 那时候就来偷看别人密码 因为那时候大家就是在宿舍用网路 那所以你就可以用这种风包的分析器去看 那神奇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TCP dump 你可以允许你一个什么 给你一个表示式 然后这个给你表示式 它可以在符合表示式的前提下 去做这个特定风包 比方说特定的来源 特定的通讯鞋定 特定的终点 或者说特定的次数 那这个东西很复杂 注意到 所以请你务必要搭配这个鸟跟这个 当然更好的地方是把这个main page 慢慢的读完 这个很长 慢慢的读完 然后慢慢做实验 然后 中间过程中 你看 我刚才讲过一件事 这个TCP dump 它的功能是它非常的强大 然后 而且它给你一个很大的弹性 对吧 这个弹性就跟你说什么 就是 它就有不同的条件 大概猜得出来 这件事呢 它背后有一个虚拟机 先不讲为什么它有这个虚拟机 先你想一下 它这个背后有一个虚拟机 它把你要查询 要表示的条件 先转成bycode 然后这个bycode 最后透过虚拟机去执行 好 先有这个概念 好 来开始我们来做实验 比方说呢 这个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假设你要去追踪这个 假设你今天有一台环境 好 好 升一下 这台机器 正直没开了 好 好 所以比方说我去取一台机器 好 那这台机器呢 是 on the server 所以可以看到说它是 ARC64 就是一个on the server 那它之前版本是4.15 好 我们今天这个 这个讲座用的这个 Vinus kernel 都是4.15 好 那你可以去测测看 旧一点版本 或者更新版本 这个 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 使用范例上的一些错误 如果有的话 你可以更新在这个公笔上 或者说在这个堂里去提出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电脑的配置 那这个电脑配置 这样就是它 它之类是有一个 网路界面叫什么 叫ETH 那LO 是这个Local Local 不是Local 是Loopback Loopback 的一个网路 网路装置 好 然后呢 我们想要看的是什么 是这个ETH0 然后它的IP地址是 140.113.178.24 我们想要看它什么 它风暴的这个内容 好 注意到一件事 这个机器呢 是运作在虚拟机上 所以它底层 它底层是一个虚拟机 然后上面跑 好几个Vinus的这个实体 好 那这台机器是里面 Vinus机器的实体的一部分 好 那你要怎么去捕捉风暴呢 你用这个指令就可以 注意到一件事 TCP DOM本要执行的时候 需要 需要 supervisor的权限 所以你需要一个速度 或者这样的类似的指令 好 那就看这个风暴 你在干嘛 在动来动去 好 那你可以先把它输出到某个地方 比方说输出到out 好 那它就跟什么 它就是去listen ETH 这个 Network Interface 好 然后呢 它就capture size 是这么大 好 看一下 好 好 那你会看到out里面内容 所以跟你讲说 虽然我没有讲解它个别难 我大概猜出来 我刚才IP地址再帮你复习一下 好 IP地址是14131178.24 记24就好 那我们这边来讲 你看到24 然后呢 这边就有不同的什么 就是有24 就跑到135 然后呢 这边还有什么 这边还有什么115 那反正就看到好多不同的这个 好多不同的地址 这边有很多地址 然后呢 甚至看到说 这有IP 有ARP 然后好像 好像有什么 非常多的这个 不同的这个通讯协定 好 那接着我们来解释一下 刚刚那个输出到底做什么事情 好 第一个呢 你会看到一件事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看这些格式 那这个 揭露出来之后呢 你最 第一个栏位 看到的东西是什么 像这样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风暴被截取的时间 它有格式的 就是 就是十分秒 好 然后ARP是什么呢 它就是这个通讯协定 好 这个东西是叫 A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 好 缩写叫做ARP 好 那这个ARP呢 在做什么事情呢 帮大家快速学习一下网 学习或复习 好 它其实在做什么事情呢 好 它本质上是透过以太网络的广播 好 注意到它是广播的 然后呢 它基本上广播什么呢 就是要找到这个地址 好 所以它问说 IP为C的实体地址到底在哪里 所以它就是发这个广播 有点像什么 你钱包掉了 不是钱 讲钱包你可能想到比特币 我不知道 我讲的钱包是皮夹 假设你的皮夹掉了 掉到比方掉到集成车上 那你下车的时候 我的皮夹掉了 掉到集成车上 你当然不会 你搭集成车的时候 当然不会记出你的驾驶是谁 又不是搭Uber 你可能不会记住是谁载你的 那没关系 你打电话到金广 说我是某某某 然后我的皮夹掉了 那可不可以帮我找 那这时候的金广呢 因为很多机程车司机大哥 都会去听 大哥大姐都会听到这个广播 有没有人 有没有在车上有看到一个皮夹的 好 接着就有一个 7这个台 就回说 我的确捡到了 的确我在 其实在一个小时前的确有载一个乘客 从某个地方载到台大 然后的确我有简单的皮夹符合我的条件 所以ARP就在做这个事情 好 那你看到 这东西呢 它的地址跟这个IP 就是硬体的这个地址 就是Hawaii的这个MacAdress 跟这个IPAdress 这个东西的对应它是动态的 好 那所以实际上每一个ARP都有一个Cache 它可以表格 记录这个IPAdress 跟这个实体的MacAdress的关联 好 那MacAdress 讲的就是像这个东西 好 你看到这一场串 FAA16 什么之类的 这个是实际上的这个地址 然后呢 事实上这个对应呢 似乎有什么 会有一个时间的 那所以我们 我们会有个本地端每个主机的Cache 但是实际上过一段时间我们要去更新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当发送这个 有个封包要发送到目的主机的时候呢 那它会去看有没有这个对应 有的话就回传 没有的话就干嘛 去问 然后那接着呢 有所有主机 主力党 所有主机收到封包 干嘛 然后就是判断 如果不是就忽略 所以你大概猜得出来 刚刚那个那个工件干嘛 一定收到什么 收到ARP 所以你会看到 来自各个地方的 所以你看17 178.96 179.11 179.110 好吧 那就是一大堆 就广播的 好 那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好玩 PCBDunk 连这个ARP的广播 可能出来 甚至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查询 好 然后再来是刚才提到这个东西 这个 既然我要做这个查询 然后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 刚才是ARP 那再来是IP TCIP TCIP 里面的IP 那你看到这个东西 注意到这不是念大语 不是大语 不是国语 不好笑 这个不好笑 这个是大语 这不是大语 不能念大语 它其实是什么 它是一个传输方向 从哪里传 从这里传 所以传输端在这里 然后它就注意到这个点 最后一个点是什么 是讲POD 然后另外一端是什么 另外一东西就是 从来源到目的 那一样你大概猜出来这种 这就是57657 这是什么 这就是POD 那当然比方说我们来看刚才的结果 如果去找IP的话 再蛮多的 所以你看178.24到什么 到25.9 然后这方面还有 那边还有什么 178.25.9回来的 然后 反正就是它会有一来一往的 然后这些人会看到什么呢 比方说我们就专门看了 这边来讲它是POD 22 大家猜出来是什么 这是SSH 然后呢 这边又是不同的POD 然后这边是22的POD 对 那从此呢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 一个资讯 好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那个 像这个什么 Sequence 这个Push 然后Eck 请搭配什么 搭配这个前面鸟哥讲的这个网络基础 就强烈建议你一定要懂这个东西 不然 你读那一文件的时候会读得很痛苦 就是 虽然你最终目的是来干嘛 你最终目的是来追踪Linx科罗运作 然后你最终目的是追踪这样的一些消耗问题 但是网络你没有选择 你活在21世纪就一定该懂 不然 有点多事会很困难 好 那 先帮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我们刚刚讲那个Expression 还记得那个Expression吧 Expression TcpDump 好 TcpDump 还记得刚才最后的它那个参数是一个Expression 所以你可以指定不要说我要看哪 看看ARP 那你也可以是看 IP跟TCP 好 那就是你可以这样子印列 好 比如说我这样子打 就开始吧 IP跟TCP的这个 TCP 好 所以我这边就印出了 IP 好 然后跟那个UDP 好 所以看到这个 这边有IP 后面有UDP 好 接下来好玩的地方来了 好 TCPDump的这个MainPage里面有的东西叫DashD 好 DashD就好玩了 这DashD 然后有 有一个D的 两个D的 三个D的 好 这个 这三个东西叫什么呢 第一个来看D个D 第一个D是什么 它去印出Packy MatchCode 而且用人类可图的方式来呈现 好 帮大家印出来 就是印出来这东西 当你看到这东西 你会觉得这个被骗 哪是人类可图 但是注意到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Vicode 的 人类可图的形式 所以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这个Virtual Machine 里面执行的Vicode 基本上就这个 好 然后那两个D的是什么 它会输出成这个C的整个格式 好 让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长的样 好 说 一个D是长这样 好 不要被它吓到 两个D是这样 来看一下三个D 好 好 那你看好 第一个D就是相当于是组合员的形式 第二个D呢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C program 好 请我听一下 诶 这哪是C program 注意到啊 这个东西很好玩 这个东西你看 如果把它 想成它是一个阵列 或者一个结构 诶 这不就是列举里面的部分 好 注意到啊 所以这个东西呢 这一段Code呢 是可以负贴 可以复制贴上到的吗 是 好 那只要有用对资料结构的时候 这一段呢 其实是这样 是相当于是可以搭配BPF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系统呼叫 好 所以注意到啊 你可以把想像是说 刚才那个输出这一类东西呢 它是什么 它是 某一个要注入到Ninx Kernel的一个机体位置 所以呢 我又把这个东西呢 就是要注入的位置 透过 刚才的BPF系统呼叫 然后注入内容 就这个 好 然后所以一旦注入的时候呢 最终 最终注入到二进位的形式 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 所以就是 一个低的 两个低的 三个低的 好 然后我们快速来看一下这段组合语言的内容 大家看一下它在做什么 它在做什么事情呢 好 看一下 一个低的 一个低的 然后第一个呢 有这个LDH12 大家这个12是什么呢 就是从这个位量 注意到这边有方括号 方括号 就表示这个位量 就像西元的指标一样 好 那位量呢 就是干嘛 去载入一个head work 注意到这个H head work Head work的话 就是两个byte 一个word是四个byte 然后Head work是两个byte 然后再来什么呢 再来是 这边有个指定叫J1Q 好 J你大概猜出来是什么 是Jown 那EQ就是条件 是不是等于这个 直接表示式的这个 16经纬的800 好 那 注意到呢 这边会有JT跟JF JT是True True True会 True的条件 然后F就是False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EQ的话 会跳到2 如果反过来 它False 会跳到5 跳到5的话 就怎么 就return了 那你大概猜出来就怎么 这就return了 好 那一样 这时候呢 我在什么 LDB 那B 表示什么 依据这个Offset 23 去载入一个byte 然后呢 载入一个byte之后呢 那我去比 比对这个byte里面内容 是不是16经纬的E 主要16经纬的E 是什么 是这个UDP的Portcode number 所以我就比对 这个我载入这个内容之后呢 我去比对它是不是 是不是UDP 如果是UDP的话呢 我觉得跳到4 就可以成这个东西 OK 好 那你看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是这样 所以 TCP dump 是你外面上看到的一个工具 但是实际上 那个条件 就是 分析的条件呢 它是这样 它会经过编译 好 然后注入到Dinx坑往里面去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需要一个 supervisor的一个权限 所以它需要注入的 好 然后注入的内容呢 注入的东西是到底什么呢 实际上注入的时候呢 是注入这一个 这样的画面用这一段 好 这一段的这个 这一段的这个 连续的机体内容 好 所以注意到我们注入的东西 其实长得是 征不得性的 好 好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好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 讲这个TCP 档篷 那当然我们 因为时间关系 我只有讲了一小部分 好 事实上整个网路 是Linus Kernel 一个很迷人的地方 好 在这边也提醒大家一件事 就是 你以前在做一些 学到这些什么 Semaphore Mutex Spinlock 然后学到这些 一些Kernel的 那种同步机制的 好 不然说 一些很经典的一些 机体管理 好 那Folk 这些东西 那其实这个东西 在Linus Kernel 如果我们只看 程式码的行数的话 它其实占不到一层 非常 就是很小比例 不是非常小 就是小的比例 那你想 那剩下的九成多是什么 剩下的九成多是 Device Driver 和Five System 然后 Device Driver里面 又有很大批是 这种Protocol Protocol的Stack 就是什么TCPIP的 或者是一些 一些 Network Storage 还有一些不同的这种 Switch的这种东西的 程式码 那程式码行数很惊人 很容易就会打开一个 档案 很可能就看到一个档案 它可能就六千多行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你几乎没办法用阅读的 你想一件事嘛 不要说 两千三百万行 光是 六千行的西扣 你很可能就看不懂 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 很可能就看不懂了 好不讲别的 比方说 给大家看一个 我之前开发一个东西 叫阿玛西西 这个为什么叫阿玛西西 这个要问朱立伦 就是那个 朱立伦在选 选那个 选什么 我也忘记他选什么 反正他选 选那个 还是要选总统 对 反正那个 那时候什么 那时候选举的时候 朱立伦就说 这个阿玛呢 跟他讲 有淡水阿玛 劝他要出来选 所以他就出来选 好 那所以他出来选总统 好 然后这个 我就发现阿玛很强大 所以我就开始干嘛 我就刻意跟我说阿玛西西 好 这个 不是闽南话那个西西 不是西西风那个西西 是那个西Compiler的意思 好 那这个阿玛西西呢 他是一个可以编译自己的 大家可以注意到 他是有能力去编译自己 然后呢 他也有内建一个 just in that compiler 所以那某个行为 跟那个我们前面讲的 EBPF很像 然后他还可以输出执行党 很嗨吧 好 然后呢 这个程式码行数呢 其实啊 扣掉注解 其实 不是那个朱利伦的注解 不是啊 是那个程式的common 那扣掉这个common 那其实他程式码行数只有1500行 但是我随便给你看一段程式码吧 你就不知道这个东西在写什么鸟 比方说 比方说画面中这段程式码 你可以猜得出来这个在干嘛 对不对 这五十 六十 一十七十八十九 对不对 你去想说这个 这是乐透号码 这是什么鬼啊 对吧 好我跟你讲 这是什么 这是code generator 这边产生的是一个机械码 这个机械码最终要干嘛 就是这个 机械码 那最终是这样 最终是会被执行到的 好 那神奇啊 就是说 所以这个东西 就算他写的这个注解 这个程式的注解 也对你来讲 没有太大的帮助 好 然后像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也讨压 这一产生的又是什么 这边产生的是另外一段mission code 好 所以事实上你会发现很麻烦的地方是说 呃 即便是这么短的程式 就是1500行的程式 而且它的这个难度 就跟Ninx Knob的难度提起来 它是不能比的东西 但是你会发现 你要看懂阿玛西西的运作 其实 要的时间蛮长的 那这1500行 开发也是蛮长的时间去开发的 就是 就是 光是能够掌握阿玛西西在怎么运作 其实就很长的时间了 更别说像刚才前面讲的这种 需要很多不同的 domain know-how 比方说网路的知识 或是各式各样的装置 去用程式它背后的硬体 你要知道硬体规格 你要知道 处理对象 甚至你还要考虑到什么 Ninx Knob是一个 追求最佳化 追求安全 追求可维护 追求可能什么物件导向之类的 它会做很多这样的考量 所以它是一个综合考量进去 所以很多时候你不可能 只去看词字码 也不可能只是加一个print 可以然后把一个变数引出来 这是完全不计时 你一观察就要观察一整片 对不对 所以说你要观察出 比方说这个SkBuff 这个在Saki的Buff里面 它里面有哪些内容 或者它某些触发什么条件下 做特定的事情 这样学习才是有效果的 好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有兴趣的话 请对照看一下这个 在这个Ninx Knob里面 有很详细的文件 跟你讲说这个东西在做什么事 你没看到这个卷轴 字那么小还卷那么久 好 事实上我们今天这个讲座 很多内容 就从里面调整出来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机制之后 你可以搭配这个PortocoStack 然后搭配这个 客户内部的这些实作机制 好 那接下来我们前面 不是要讲到一个东西叫XDP 这个XDP好玩 来看一下右边有篇文章 它是什么呢 它就要去 每秒想要什么 Drop掉一千五万个风暴 然后XDP出来之后 直接给你看结论 好 有了XDP 我们可以干嘛 可以把EBF 执行在哪里 在Network Drive上 好 那它带来效益是很精人的 好 来看一下这篇文章 好 好 先别提过 这种情境在什么 在DDoS 是太常见的事情了 好 然后 看一下 直接给你看图 结论 好 来看一下这张图 好 这张图 它有两张很相似的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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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一下这张图 就是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 就是 纵轴 纵轴呢 是讲什么呢 它说 在单核 好注意到 Single CPU上 单核 每秒 能够处理的风包 好 当然就是 以我们的例子就是要Drop Drop掉的风包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呢 如果呢 你是用这个应用程式来做 好 应用程式 好 在这个 在这个 有攻击的前提下 好 它是它能够处理这样 那如果说你没有 没有 没有 就是 就是如果呢 你没有要追踪的情况下 就是单纯这个 单纯Drop风暴 是这样 然后 然后 诶 不对 讲错了 如果你没有要追踪的话 是这个 那如果说你要追踪 那需要额外的成本 所以它能够处理就更少 好 这时候看完 你看BPF BPF在Stack层面 你可以看到 这个能够处理的资料量 瞬间增加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 从 从左边到右边 从左边这两个 就是跟你讲什么 BPF的效果就很明显 我这个 Kernel 模式切换 还有这个维护这个 维护这个 维护什么 维护什么 资料量 就是这些Data Copy成本 其实是很明显的 那更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如果 你可以用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XDP 那你会发现 更神奇的事情發生 就是 刚才你会觉得说 从这个 从这个什么 从这个 Uplication 单纯的Cash 原本的这个系统估教的层级 系统估教以上的层级去做 然后到BPF 你就会好像改善很多了 更酷 是XDP出来之后 你看这个数量级 完全不一样 所以 原本是什么等级 我看一下 原本呢 你看到在原本的等级是200K 好 但是现在提升了什么 10Mb 从200K到10Mb 这个太大的差异了 所以可以讲说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说 从事BPF的厂商 为什么是网络的公司 对这个有兴趣 因为它其实有这样 有刚性的需求 对不对 因为他们要防范这种DDoS 然后还有这种很多很客制化的 一些网络查询 跟操作的机制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 里面发现它的人都讨论 还是围绕这个网络 所以为什么 你一定要把这个什么 网络的原理学好 虽然你想学的是Linux Kernel 但是你要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动机 然后这边也顺便分享一个经验 就是说 这是这样 就是说 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件事就是 Linux Kernel 基本上 多数的开发 绝大多数的开发 9成以上开发的全职来做的 来自一些IBM Red Hat Google Intel Microsoft Arm 这些公司全职的 他们在投入 然后这个全职的比例只会越来越高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这时候很麻烦 那 像这些业余的人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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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投入真的很困难 但不代表说你就不要去学习了 不会啦 因为 学习方法也是很多元 那 最好呢 有一个正向的一个 回馈 我讲这些回合不是说 比如说你来学这个什么 这门课 然后你可以赚比较多钱 这个 没有那么快可以反应 这种 这不是那么正向 反过来说 如果说你遇到一个问题 比如说你 你笑得上问题 你用传统方法 比如说你去 你去改善演算法之类的 你发现改善演算法 换了演算法 这还是一样慢 这时候干嘛 你可以去考虑用PURF 用这些 EPF 这些搭配的工具去做 那 这时候呢 你可以一边学习这种新的工具 对人家讲 一边去探索这种困难 最重要是什么 你工作本身也赢 因为这件事 有机会克服 然后你有机会等一下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 可能会有一个 如果公司愿意给你分红 给你 或者说你有更快的时间 去解决这类问题 可以更早下班 然后可以去学习其他技术 或者说也会享受人生 都好 这样我讲的 我强调是这样的一个 证明学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 这样的线上讲座 一个这样的动机 好 那再继续看 就说 在3.0之后呢 有个很大的改进 就是说它引入了一个 一个GIT compiler 那在 你的这个Linus Code Source Code里面 它有一个Net目录底下 就什么 就这个 就这部分的程式码 来看一下 这个Towards 应该上面加个2.0 因为 Please don't do this Don't do things like this 好 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 这个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底下 如果我们看一下 什么 X86 X86 对 X86里面 有一个目录很神奇 叫做Net Net 很可爱的Net 我去哪里 诶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Net 字变成大很难找 好 Net里面有好玩东西 你看 32就是35元 那我就先跳过来 我们先看这个 好 这个东西呢 它跟你讲说 它是BPF的Compiler 好 好玩的地方在哪里面呢 好玩的地方是 就是 我们刚才不是给大家看 阿玛西西 然后呢 阿玛西西里面会有一些奇怪东西 诶 这边也出现奇怪东西 72737756 然后呢 什么 这个什么7623 什么鬼的 好 你大概知道是什么 这个东西绝对什么 是Machine Code 然后呢 这边就有输出Machine Code的程式 好 对 就这个Amix 输出这个什么 这些Machine Code 好 所以它实际上要输出的Machine Code 是这个 然后就 写出来东西像这样 好 所以你看 你要了解Linus Kernel 至少是EBF的JIT 你还是要会写Compiler 对不对 还是要会写CodeGEN 而且不是只有大学学的那种Compiler 你知道大学课的学的Compiler 就是什么 LLK 学那些DFA NFA Binite Automata 那些东西 那个是很重要 但是CodeGEN 也是很关键的 而且很多时候你可能只是输出一个 一个JAR by code 不够 你能够这样对Architecture有足够的认知 最帅的地方是它的程式码长度 有点讨人厌 有没有 又是1000行的这种等级 对不对 而且1000行里面都很多是这种 看似Tim数字的东西 看似这个 看似很神奇的东西 那你说我可不可以不管它 你当然可以不管它 但是 好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好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个 那个什么 Spectrum 跟那个MacDone 好 那这个是最近 这一年内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就是Google的这个研究人员 在 发掘Zero里面提到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这个 有这个side channel attack 好 然后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当然可以选择不去了解 Kernel这个东西去做 但是 你 你会发现什么好玩的地方是好 看一下这个中文解说 有个网友做得还不错 他帮大家科普一下 好 那简单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攻击 这样其实是已经发生了 然后 最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最酷的地方是 Meldung这样的一个攻击 其实 可以很容易的透过什么 透过这个刚才讲的这个BFT的这个什么 GIT compiler 去重现 所以这个很关键 所以这个BPF BF 在这个 就遇到一个Zero Day的这个什么 Zero Day的这个弱点 就是攻击 好 那所以你说你要不要了解BPF 其实也是要 你不需要每一行去了解 还蛮困难的 说这 我也不懂 我还没追到哪里面去 但是 你要知道什么事情 因为 BPF 在实际在执行的时候 考虑到效应 它是这样 它是一个Just-in-down compiler 执行的时候是那些不行扣 所以这个东西呢 是注入到Linx kernel 所以如果 BPF JIT compiler 本身有这样 有这个 有这个 这个弱点 所以我就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刚才那个TCP-Dunk 注入一些什么 特定的一个程式 一样可以做 利用这个Meldung的这个弱点 发动 对核心的攻击 对你整个系统的攻击 这件事是做得到的 好 那除了这以外呢 你可以在这个 如果有人可以帮我改了一下 刚才有些措置 这个韩式 那个韩式 然后这个帮我加一下 这个又加一个slash 那你可以在这个proc file system里面 在这个entry 把它设定成1 就可以打开 那预设应该都 在你的 如果你用的是 Ubuntu的这个系统来讲 预设都是有打开的 就这个 预设有打开 好 然后再次你可以把这个数字改一下 可以改成2 可以看到这个输出的这个程式版 然后你还可以透过这个BFT JIT 用这个工具 来用这个工具干嘛呢 就是用这个工具呢 去印出 印出这个 它的这个 预设应 non-combined 做什么事 要不然说前面讲 那个没有当中的攻击 你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观察 好 那接着我们再去讲 然后在这个 3.4 Know 3.4的时候 就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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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om把它加进来 那ccom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 它可以指定 特定的process 只能呼叫 特定系统呼叫 那这东西已经整得到这个 Android手机里面 那当然它对这个系统的帮助 很明显 好 然后总之就是 这些工具层次慢慢加进来 然后3.17很重要 3.15到3.17 就是有这个 有EBPM 好 然后 那注意到原本的这个 EBPM加进来之后 原本的这个BPM被保留 那变成叫做CBPF 这个C不是C语的意思 是classic的意思 好 就是典型的这个BPF 然后呢 比较一下原本的BPF 跟EBPF的行为 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异在这里 原本的这个BPF 它跟Know溝通的机制是透过这个ICV 所以它还是一个什么 还是一个系统呼叫 那所以系统呼叫呢 它就涉及到什么 还是要跟Know溝通 所以免不了它还是要搬动资料 要切换模式 更麻烦的地方是 它有Know内部的BPF 还有MOOSE的BPF 有这些东西要去处理 还有那些它的内部事件 注意到 这个ICV也好 然后这个ICVFront也好 这个的成本 是跟一般的 Open Read Write比起来 大多了 注意到这个比较大成本 但是BPF呢 完完全把这个东西丢掉 它有一个MAP 那这个MAP是怎样 可以跟User可以共享 好 所以简单说 它在使用者层级的HID空间 它有一个特制的资料库 然后这个资料可以存进去 但是呢 它又不是直接 我们讲需要MAP不太对 刚刚那个说法不太对 其实它是一个Database 所以就是说 我呢 Know提供一个这样的MAP 有需要的时候 接漏给UserSpace去 所以它本上是一个KeyValueStore 注意到 KeyValueStore 当然实作上还是用ShareMemory的方式去实作 只是 用法比较特别 它是一个资料库 所以它可以确保说 它需要这个 传递给UserSpace的资料量 以及缩缴到最小 那当然 透过这个MAP上的机制 最大的好处就是 让 那个什么 资料交换成本 降到最低 然后更棒的地方是 多样性 所以就是 原本CPF 它透过那个ICP 它很多那个格式 跟传递内容 已经被写死了 通过这个ICP写死 你也知道 这个格式已经写死了 这个长度多长 就是写死了 但是 透过EPF 因为它是一个Database 所以它可以做很多元 好 那如果你对这个故事 特别演变的故事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非常之强大 快速给你看一下 看卷轴 就是跟讲说这个中间做了什么事 然后这个CPF 它的效益之类的 这篇很值得去看 不过因为时间关键 我就不去探讨了 好 那既然我们这一次的讲座也是 顺着这个顺序去讲的 好 然后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好 那这个 这个东西很强大 好 这个是我的 一个 强大的网友 帮大家准备的一个材料 这个材料是 两年多前的东西 不过还是很值得去看 顺便用这一份同一片来做这个 复习 好 那所以在这个 我们有提到这个 就是说 原本呢 要持做一个sniffer TCP tcp 就是一个sniffer 涉及到大量资料copy 然后大量 模式很频繁的资料 模式清换 模式清换 那其实以现代处理器来讲 成本已经很低了 相较于这个 Penten时代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Core i7 之类的 相对于这个 Intel 这个Penten 它那个成本 那个Mode Switch的成本 已经降低很多了 但是不管你 Mode Switch的成本 降低在怎么低 你只要很频繁 那个成本还是很惊人的 好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克服这个问题 就是惊人这样 尽可能是需要的时候才怎样 把资料刷一遍出去 好 所以我那些条件什么 其实都是执行在课文里面 好 那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这个 就是说它其实它就是一个Bi Code 那那个Bi Code 其实在课文里面 执行是有长度限制的 好 然后 那它会有这个 它就有branch 这个True跟Force的 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 它的 栏位 所以你看到说刚才那个 产生Code 然后呢 我就大概就扶了这个 OB Code 出根Force 还有它 指定的直语 所以我在写的时候 要注入的时候 就类似这样子写 然后呢 我就呼叫 呼叫什么呢 看了好吧 例如同这些 BPF BPF在那里 我就把这个Code 剩下大小 就这样 set a circuit option 然后就设定进去 好 那接下来是BPF 然后呢 就是我们在上面呢 注意到 从 Classic BPF 到这个 Extended BPF呢 其他的这个行为是有改变的 所以你看到 那个Register 数量也不一样 然后它的这个GIT 还在改 所以主要 如果你要测的话 就是像我们刚才展示给大家看 我们在这个 S8664 跟这个ARC64 完全都有展示给大家看 这两个是比较成熟的 好 那这个一些细节 好 所以来看一下 在Code面有一个InCode Version 这个就是BPF 就刚刚 然后它也对应了这个GAI 就像Pilot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就是要透过BPF的系统呼叫 然后就把这个程式注入进去 那注入的时候呢 我们还先注入了 要一个Verify 然后我确定那个程式可以执行 然后再跟 记得干嘛 跟Subsystem go home 注意到这是有什么 这是有限制的 好 然后呢 这个 运作的时候呢 就会有这个 它就会有这个 它 这个虚拟机执行 它会有什么 它会有一个 一个 配置 配置一个那个Mac 那就是干嘛 我那个一个key-based storage database 那这东西呢 你干嘛 也是要跟user来沟通 那它的资料量就是 你可以依据自己的指定的那个 格式跟内容 需要的时候再存立出去 好 然后呢 这个 BPF 关键地方是 让BPF变得很强大 BPF变得很强大的什么 是这个东西 因为它跟很多不同的这个Subsystem Net Trace Pub 然后 有半个前面讲到的一些什么 那些KPOP 好 这些东西可以整理起来 所以 动态去改变 Lins Kono 注意到 这个东西非常的关键 那这个东西 在Kono 我们称为叫什么 Kono Instrumentation 那Instrumentation这个字呢 它很难翻译成中文 它有很多意思啊 像那个音乐演奏 像一些大提琴 你也可以讲Instrument 然后说一些仪器 比如四波器这种 也是一个字 那Instrumentation 在讲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 我在课档里面 我在一个程式里面 我想要做什么 我想要安插一些 要想要针灸 针灸好像怪怪的 好奇怪的 我同事 我每次想到他 我都会脑袋就在那画面 你做的事情类似这样 但是我有个起点和终点 比方说我进入一个方式 进入的时间 离开的时间 然后除了记录时间以后 还记录次数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谁呼叫到 A呼叫到B B呼叫到C 然后或者说有诋毁 然后就反对 这些触发点就发生了 我们称为这种 安插特定的程式码 去达到我们要做统计 或是动态改变行为 比方说 我有一段程式码 是检查密码程式 那你也知道以前要干嘛 金手指程式在干嘛 就是检查密码程式维护法 我知道起点 我知道终点 所以就直接从起点跳到终点 忽略明明 好 这个东西统称都叫 所以在任何课论的做法之下 课论里面有个东西叫 Kprobe Use就叫 那这个东西要做什么事情 简单就是说 一旦我去注册好 Kprobe 指定它对应的handle 在一个事件发生前 做特定动作的时候 那我一旦发生 我就做特定的动作 所以你再猜出来 去更新某个东西 某个count 之类的 这就是像我们刚才展示给大家看的 所以大家猜出来 刚才那个程式码在干嘛 所以你看 当我这个block device 做完这个什么 IO的做完的时候 那我就干嘛 我就透Kprobe 去安插一个什么 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就把什么 我就把一个 某个词就是做一个increment 把你大概猜出来 就算它的次数 好 然后呢 这个东西就是Kprobe 所以你看 Kprobe 本身它是很强大的东西 反正问题来了 我刚才记得过 如果你Kprobe 里面的程式码 刚好是怎样 就刚好这段程式码 刚好就是有bug 或是记忆体处理有错 那你整个Kprobe 就crash 对不对 这个东西 实用上是很小型的 反过来说 如果我今天有个什么 EBFail 一个Virtual Machine 整个进去就超棒 你就不用再去Kpro玩坏了 对吧 你就可以避免说我写Kprobe 就写错了 因为毕竟 西元素养真的很困难 我刚才前面一开始跟大家讲很久 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跟大家讲 这个西元素养 因为太多人不是不懂Linux Kernel 而是他西元素养还没有好到 可以去理解Kprobe 因为你做任何事情 可能都是指标没处理好 参数传递 你不要想看看南南的程式码 南南的程式码 有一段很难 它的参数数量很重要 有很多人都搞错 指标乱转型 然后就不该转的东西进去 然后就炸 但是Kprobe加上EBF 就像我刚才提到 它就可以把这些 原本Kernel的推行加进来 然后最关键是 你可以很安全的进行 当然这东西我们前面有提过 像SysTap 或者华为做的Ktap 其实在做的是类似的 只是说EBF 获得一种Kernel整个技术社群的 广泛的支持 然后所以整个 就是发展出这些 像刚才提到客服 这个也整个进去 好 所以你看很多东西 每个东西都是一开始 都是主张一面的 运作的 但是我现在有这东西 就把它整合起来 后面东西我们就先提到这里 好 然后我们再去看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很好玩 这个东西也是强大的网友 帮大家整理 那这个东西我就点一下就好 因为它有录影 然后在底下有 底下有懒人包 跟你讲说 这个东西在运作什么 有些参考资料 基本上 你可以对照我们今天讲的东西 继续看下去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 网路公司 我讲网路公司不是 像螃蟹那种的 它是做网路卡的公司 我讲的是说 真的在做网路设备 高档的 高效能那些switch 高效能那些 data center 这种 它要考虑事情可多了 不是只是能够上网 不是那么单纯 但是 这样看起来 我要能够很有效的去防办DDoS 去处理DDoS 我要很有效的去做到跨越data center之间的 通讯 还有做相互的备源之类的 它必须要去往每一个环节 从L2switch 或是更上那些层次 每一个环节要怎样 帮助它上面的QoS Quality 和Service 我要针对特定服务 要给它安好补 或是像SDN 给我们足够多的弹性 或是NIFV 顺便给它科普一下 好 那注意到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什么 就基本上你只要看到一个东西 是什么 两个面向引领未来潮流这种标题的时候 你就要 你只要 中枪 你知道为什么 你只要看到中文写说 这是未来潮流 就完蛋了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因为我们有时差 好 那总之帮你画一下重点 虽然这已经 已经是一个 已经是一个显学了 它不是什么未来潮流 好 这个SDN最早就发生在这个校园网络 所以你看到 网络 原本的网络配置很复杂 对不对 有不同的织网段 然后你要切VLAN 什么的很复杂 然后再说你可能还要透过什么 有电信网络 有校园网络 还有一些是一些什么卫星网络 那这些东西 以前你要去 就要把切很多不同网段 然后你要切 抽一些设计的bridge 那bridge 有可能也会想过一段时间断掉 因为还有电信的东西 那可能会 一段时间会 突然加入或离开 好 但是 SDN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 让整个东西是由软体去定义的 所以这个全名叫什么 叫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然后NFE的V 就表示什么 虚拟化 所以简单就是说 只要是软体能够做的事情 就有虚拟化 就让这些这些专属的应用 原本是它是什么 那种L2Switch 或者其他的 很复杂的网络的 不止拓扑一样 很复杂的硬体的环境 这个东西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把它脱钩 IT来讲 它冲到就是 我不用管说这个东西 实际上是放在韩国 放在美国 反正不管 对我来讲 我就是同一个企业 就假装我的一个很知名的企业 是从美国 北美 亚洲 欧洲 甚至非洲 都有什么 都有办公室 我说就是我管的什么 是管这些机器 比方说这个机器里面做 公司内部的视讯会议 那我不用管说 它到底透过什么海底电缆 我不用管说 我到底中间我衔接的时候 是透过哪些电信公司 就是因为我企业那么大 它有搭配的电信公司 我不用管这些事 但我说待会只要知道什么 就两端 所以我可以追踪到 谁打电话给谁 谁传递什么文件出去 如果疑似有人 窃取公司内部的资料 就是我内部的一些 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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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一些 POM 就是这种追踪文件 或者追踪这个 风暴的传递 就是发现有这个什么 有这个假扮为台湾人的中国人 去窃取这个资料 那这些东西都可以让 让你去做到这种更高层次的这个 虚拟化描述 这是整个SDM跟NV的意义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大家猜出来 它背后有很大别 就是跟什么 跟这个NV有关 好 对 就是这网友 感谢这个 感谢VN网友 好 那么再继续 所以这个就是有这个解说 那就来参考一下 好 然后 再来是 这是一个 VNware的论文 这个论文很有意思 因为这个 其中这个网友 这个 这个 这个VN网友 他就是VNware的人 然后他 他其实也会论说 你有看了一个讨论区 那你会看到说 他就会发表这个账文的经验 他对BCC 还有这相关的 是很熟悉的 那他在 在之前 就去年有发表一篇论文 就讲这个OpenVSWITCH 好 那接着我们来 来去探讨这个 这个开发工具的议题 好 然后呢 这个故事呢 是可以讲到这里 从2015年开始 Linux基金会 成立一个 新的专业叫IoVisor 那 怕有人不知道 Linux基金会的运作 Linux基金会 基本上 简单就是说 Linux基金会 他不是只管Linux 基本上他包三包 还什么鬼都管 就比较说 你Google搜寻 打Linux Foundation 你打什么Energy 所以没有听说Energy 对不对 就是能源 这边靠这也是他的 然后你再加了什么 Blockchain 然后你遇到 又是他的 对 然后你还可以加什么 加什么 Legal 对 不要怀疑 又是他的 就是要怎么 乙和养绿 你知道什么叫 乙和养绿吗 就是用Linux Kernel 里面买很多专利 然后因为Linux Kernel 被很多人用 那养了很多 就是很多 这里面很多专利 就被很多不同的单位用 那比方说这个专利是谁 是Microsoft的专利 然后Microsoft假装去贡献 注意到假设 假设 假设他去贡献Linux Kernel 那贡献之后 因为Linux Kernel 被很多人用 用完之后 Microsoft就派他律师去告人 所以真正的乙和养绿 我们先不管公投的结果 发生什么事 真正的乙和养绿就发生了 所以导致 这个东西对整个Linux的生态 其实很不健康 所以Linux的仿正学出来干嘛 也来管理法律的事情 所以你看Linux的仿正学 基本上是什么鬼都管 什么鬼都管 对还有怀疑 还有什么 无人机对表怀疑 突然忘记那个关键字叫什么 是什么 什么车子的 车就是车用电子的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那个 对表怀疑 什么什么中 中扣 反正主持人这个 这个UAB的 基本上 Linux房子也是包山包海 所以你甚至可以想到什么 Linux基金会就是 只要能够透过 开放 协作 还有这个社群参与 可以让一个市场 可以拱得更大 或者说 希望有一个东西可以颠覆 传统的这个市场 的事情 就是Linux基金会做的事 好 那所以总之呢 在2005年 Linux基金会搞一个东西 叫Iovisor Iovisor Iovisor 专注的东西就是这个什么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 这个SDNNV 刚刚我们讲的时候 不是很认诚讲 很认诚 就是请你回去看一下 所以总之你知道一件事是说 因为SDN跟NVB的出现 它对整个IT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过往人们都需要 投入非常多的时间 非常多的资本 但是由SDN跟NVB之后呢 从管理 从经营 以及到整体的效率来讲 以及到整体的效率来讲 我们有机会这样 更细致的去控管 通报资料的传递过程 然后Iovisor 注意到 Iovisor它 你不能把它想象成 你不能把它想象成 是什么 VMware这种东西 其实它不是 注意到 你看这个 它是In Kernel Io Virtualization 所以它关键在于什么 是在于说 资料的流向 封包进来 封包出去 或者说我这个Switch 我这个路径怎么走 所以它针对着Io 它的Hypervisor 它的虚拟化 其实讲这个部分 它不是那种CPU的 CPU的Hypervisor 其实不是这样的东西 那这边也有这个FAQ 它的FAQ 一定要看一下 它其实讲的还蛮清楚 我们帮大家画一下重点 所以注意到 那第一个它是什么 它是Universal Io Extensibility 所以注意到 它可以让这个 跟Io有关的开发程 可以去什么 去 开发一个特别的路径 然后关键地方是 不需要 或是不需要重新编译 或是重新启动 这些是很重要 所以比方说简单 就是说 我改变 那个 封包的这个路径的时候 这件事不需要重新编译 或是我整个TOP 我整个Switch的结构 大幅的改变的时候 它可以在 完全不用重启Linux客户的签计下 运作这个东西在电信 还有刚刚讲的NFE 非常之关键 再来什么 再来看到 它这边跟你讲说 它的挑战在哪里 它的挑战 简单就是说 它需要一个很强大的基础建设 大概猜出来 这件事一定是什么 EBPF有关 没错 就是这么一回事 然后 这个东西一定要讲一下 一个超级厉害的公司 这个公司基本上就是EBPF 一个重要的推手 那这家公司呢 在2016年的年底 被VMware收购 所以你会发现说 最早你会看到这家公司 然后后来VMware 因为基本上是同票人 然后这家公司呢 在被VMware收购之前 它最重要的贡献就是 让3.16 Linux客户3.16 正式采纳 正式整合了EBPF的成果 好 所以这个AQ一定要看好 不然你不知道你在面对什么东西 好 然后当然 这过程中呢 我们会遇到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尴尬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个偷片 或者刚才给他例子 其实就是 你要去面对这些 Machine Code 看起来就会发抖 这个很麻烦 然后再来是说 刚才不是有一段程式码 就是把这个指定 用BPF的系统呼叫 然后指定这一段的位置 对不对 指定一个结构体的开头 但是你要做这些实验 其实真的很困难 所以有没有可能 就像刚才展示 多次展示给大家看的这段 展示很多次给大家看的 有没有可能我就是 把需要注目的程式码写好 而且我也不用去管说 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做 我就是好像 就像我们写新的程式一样 那你也不用去管说 他怎么注入 他要用什么方式去写 我们不用管 那拖券要加哪些编译选项 你也不用管 那这个东西就是BCC 要带给大家的 BCC的全名叫什么 叫BPF Compiler Collection 那这个东西是跟GNU的GCC学的 GNU的GCC GNU的GCC 那个全名叫什么 叫做GNU Compiler Collection 注意到最早GCC的全名叫什么 叫做GNU C Compiler 跟我们的阿嬷CC 那个C Compiler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后来 GNU的GCC 已经被扩充很多次了 所以已经不是C Compiler 所以他后来就把它改成Compiler Collection 所以BCC 基本上就跟他学的 名字学来的 所以总之 你从来到来 只要关注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这个 你只要专注在什么 你要注入的内容本身 那至于说怎么去编译 怎么去解析 怎么处理那MAP 这一部分就是这样 就是BCC帮你处理 好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 这个BCC的这个 事实上也可以用什么 也可以用搭配不同的程式语言 然后BCC 其实它也可以用 也可以用那个BCC 可以用那个Rua 所以你Google搜寻 你可以找到这个Rua 你基本上 你把IOS底下的BCC 已经这样子 已经有资源了 然后最近的进展 最近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BCC Rust 已经整了进来 所以这个东西看得完 就是你用Rust去写 那说Rust在写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 Rust是很严谨的语言 所以它在 语法乍看 你会好像看到习 但是其实它很多思维就不一样 它花很多时间去思考 说比方说在多核的情况下 我写取一段资料 它是Mutable 还是Immutable 那在西语言们很麻烦 你要去设计一些Lock 设计一些Otomic 反正他们这个写法很麻烦 但是在这个Rust 它是在这个层级 就是处理 然后在这Rust 学习到很多西语言的 一些不足的地方 比如说Memoric 还有一些 在时序上 一些问题 那所以总之就是说Rust 跟这个EBF的整合 其实很值得去关注 它有机会让我们做更复杂的一个 又兼顾到规模 又兼顾到安全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设计 就是Kerno里面已经有一个BiCode的 引Kerno过去 我们在上乘以后 可以有机会 用更好的方式去控制 好 那这个东西就看看吧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哦 对 那这边呢 有这个 Daniel 那这个 Daniel Thompson 他是Vinaro的一个工程师 那他写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材料 然后 但是 等一下 等一下 不好意思 我带一个顺序 这一段 忘记一下 我们等一下来看这一段教材 那这个教材有录影 所以我就帮大家画作品 那详细的东西就慢慢看录影 然后呢 像这个 Sekonos 那Sekonos 那Sekonos 如果你不知道这家公司还是作品的话 非常好 Sekonos 它是 它做了一个非常棒的东西 它就是 它针对这种云端的架构 它提供了一系列这种 Money的处理 简单说 它的这个Dashboard 可以做很多很强大的一个功能 然后你看到 画面中 以这个 Sowayers的Service来讲的话 然后你可以看到说现在很多软体 发生说Microsoft自己的软体 Microsoft以前 Office 就占整体Microsoft营收的三分之一 但是后来Office的这个营收 在新任的这个资金厂上台之后呢 这个 就是相对 那个Bommer 就是Bommer那个时代 Office 还有Windows的最小的甚至 在Microsoft营收 都是很大的 但是呢 在这个整个进入云端的世界以后呢 这个因为 就是需要什么买什么 用多就付多一点钱 用少就用 付少一点钱 所以网络的这个什么 网络的这个使用量 以及网络的延迟 网络的这个服务品质 刚刚讲的前面讲 QOS变得很关键 所以这家公司呢 这个Circumus 它做的这个 就很重要的就是说 它提供一系列Dashboard 在你建构这种Service 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看 比方说我打开这个Office 360 好 是360 365 365 Office 忘记那个什么 365 好 你们忘记了 就Microsoft的那个云端的Office 那我云端的Office呢 这个 我在用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这样 我就可以有一个后台 这样一个后台告诉你 它的用量 甚至你还可以干嘛 还可以去 去排除说 这个延迟是来自这个 应用程式本身 所谓这种Reach Client Reach Internet Client 就是那种 通过JavaScript 通过这种复杂HTN5 是这边的延迟 还是来自网络延迟 还是来自什么 这个Data Center 到这个王环境延迟 你可以很容易去看得出来 但甚至你可以对阵下要去排除问题 所以 这个东西在云端的应用 其实非常关键 然后 那好玩就要在哪里呢 这家公司在今年5月的时候 发表一篇文章 这边很值得去看 简单说 它在 这边 它用到EPF 然后他做什么事情 来看下 做什么事 它把它的分析工具整合进来 所以这很棒的地方是什么呢 只要你的环境能够执行这个BPF 所以它提供你什么 它提供了一些prog-in 那个prog-in很开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就可以搭配新版的Libus Cone 构新的Libus Cone去干嘛 去搭配这个BPF的系统顾教 去测量整体的延迟 还有特定的统计值 反正说前面讲的那些值当图 那些historic 然后反正说这个schedule的event 讲的那个run queue latency 所以你可以知道缓解这个资讯 最棒的地方是因为这家公司 花了很多时间做很厉害的报表 所以你有这样帮你弄完之后 你就可以把这些各个资料 传递到什么 传递到这家公司的dashboard 那就可以很清楚看得出来 这个东西非常的关键 就是说它在你一个 设备as a service 的这个云端环境下 原本的服务还是造就运作 但是你可以看到很细致 细致到什么 到CPU的排成 到整个blocking的Io blocking task 以及它有说我怎么在调度的过程中 这个什么 这个像这个CPU hardblocking的这个代价过程中 它的代价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很值得去看 然后 不然说这家公司它提供的这个 这个叫BPF Matrix 这个东西也很好玩 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把它抓来网络看 其实它提供一些范例 跟你讲说这个怎么用 然后玩起来 你可以搭配它的那个dashboard 然后你去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你就可以用 那所以最后呢 你就可以 就很简单 你可以就是用个htv request 就可以 就可以把这些资料做处理 然后就这样放过去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这一部 这一个 这一个 那这个东西是在今年10月 好 然后在爱丁堡的这个 Inbed Linux Conference 在这上面的演讲 看一下 好 那 所以我们刚才提了那么多次了 好 所以在帮助一下 所以EBF有在客户里有个buyer 有一个virtual machine 还有一个卖品 好 那里面就加速一些 加速和compiler 那上层的话就有bcc 然后解析到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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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PF Compiler Connection 然后呢 说的以外还有将近是什么PY 或是其他的一些工具 所以帮助刚才那个 那那个 Sirconos 他们的提供东西就是 它上面是扩分的工具 好 所以可以把这些kernels 搜集到统计出来的东西 好 这些event 把它打包之后 然后透过这个map 交媒上面那些那些dashboard 把它呈现出来 好 然后呢 这个 所以 简单说 如果你要用这个BPF来做这个 这个debugging 好 注意到 我们讲这个 debugging把它翻译成除错 可能不太好 因为其实它 debugging这个词应被扩充了 其实它包含着追踪啊 分析啊 这些都是它的意思 所以就是说 尤其像我刚才前面讲啊 我们 我们这个 在整体来我们想要 Linus核心设计这个整个大的课程啊 希望探讨的东西就是 做中学 然后也是看到真正的kernels 运作的样子 而不是在那边举足 对不对 好 那所以过程中呢 你会搭配像我们前面提到这个kprop 好 然后还有apptrace啊 还有perv events这些东西 然后最棒的地方是什么 这些东西呢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map 有个key value store 然后传递给user的部分 所以我可以在不会牺牲太多的项目前下 然后把这些充分的运作 好 然后再来是 讲这个tracing 好 所以看到如果 没有bpf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事情 大量的在这个kernel 跟user之间在这切来切去 然后大量的资料的copy 更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这是有成本的 执行的时间 一个程式执行的时间就往后推了 那你看 一个程式执行的时间 原本花的时间是一倍的时间 变成10倍 50倍 那很多原本遇到问题 比方大量播报进来 就不会遇到啦 好对 你根本根本没有力气去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你就不会重现这个问题 那 所以你就当然永远就找不到问题 对吧 好 就跟 就跟人家说什么 就是以前不是有一个 一个商学院常见的事情 冰淇淋的吧 冰淇淋 就以前有个常见的事件 就是这个 里面有一个 事情是这样 就有人抱怨一件事 每当他下车 买冰淇淋的时候 只要是买香草口味 车子就会发动不了 那这个问题到底是这样 是因为那个车子对冰淇淋过敏 其实不是 而是 是因为香草口味 就是Vanilla 因为 Vanilla是这个香草 香草口味的这个冰淇淋是 最常见的 所以买这个冰淇淋的时候 它是这样 它是 耗费时间比较短 所以这个 引擎的太热 导致这个散热时间不够长 所以这个车子就会过热 那反过来 我去买其他冰淇淋 因为时间过长 所以这个 会有什么过热问题 好 那所以这个东西 你看我们没有BPF 就可能遇到这种 什么冰淇淋 香草冰淇淋 香草口味的冰淇淋 跟什么 跟那个车子过热 那个车子过敏的状况 就会发生 反过来说 如果你像下面那张图 这个东西办了 对 就是说我今天让这个采集 分析 以及这个过滤 过滤 核心事件的这个成本 就拿到最低的话呢 你可以让Curnal做原本的事情 让持续基本上跟原本 追踪潜是对得上 好 那这样的话 原本的刚刚讲的那些什么 那些事件才有办法对得上 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这个WCM 我已经跳过 那为什么呢 这边他花了那么多时间跟你讲 因为他是来自Linaro 大家知道Linaro是 是来让这个 让Aung的生态系统 变得更健全的 一个公司 注意到他 他不是一个非营利 他是有营利的 但是就是说他做很多 传统非营利公司做的事情 就是看起来 然后他做13的事情 而不是他就是为了 怎样这个生态系统 好 那刚刚提前面提过 就EBTF的话 主要就是S8664 S866以及S8664 Intel架构下的 然后再来是这个 AARC64的 这两个是主要是做的 还有那个IBM IBM自己的那个 S3 S390那个架构 就是 这三个是主要的 好 然后 WaveFire 那WaveFire里面 它有 它后面有一个东西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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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G 一个Dank的 一个追踪的机制 好 这个 有兴趣请追一下 然后 好 然后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说 如果你要去 写那个BP的程式 好 就是 就是这种写法 对 好 就很烦 就是 塞那些母亲扣进去 好 好 然后 一旦我attach KPOP的时候 就发现好玩了 在一个事件 触发之前 之后 然后就做对应的操作 好 它上面有对应的工具 然后包含说 SYSTEP 它也有个东西叫STEP BPF 那就也可以去支援 对 像 因为在SYSTEP 已经做了一系列图形化的工具 看一下 图形化工具 它就就像是这样的东西 这个好 它能机界面打展 所以其实还蛮漂亮的 就是说这个是搭配Eclipse 然后Eclipse整个那个SYSTEP 所以比方说你可以在画面中 你看到说 每一个PERSES 它累计的什么 写入次数 就做写 做写入 是 执行的这个Write 的那个什么 总量 跟次数 然后再次 再次它这个一样 就是这个 每一个PERSES 它这个 累计的什么 绿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量 好 然后再次 以读写 那反正它就有很多那种从Io的啦 广义的Io 然后再 测定看内部 看PERSES 或者是看特定的CPU 好 那你可以想到一件事 就是这些GUI 基本上都已经做了 好 那最棒的地方在哪呢 最棒的地方在 就是 这个EBF 提供的吧 提供这个底层机制 好 那上面这些很多东西 陆续这样 就慢慢健全 所以原本呢 很多原本上你想到的这些机制 可能都是在商业的做一种 比方说你对那个 如果你对VxWars 比较熟悉的朋友 你会知道 VxWars它有这些叫 Tornado VxWars Tornado 我忘记这么懂 怎么怎么打好 这就没用了 Tornado 好对 Tornado 那你可能 如果你用VxWars 你可能知道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什么鬼呢 它是一个号称很强大的开发工具 给大家看一下画面 像我十几年前 我觉得这东西超神奇的 我也花了好多钱 去买这套工具 那很贵 那个你惊人价格 看一下 已经很难找了 让我看一下 Tornado 对于是不能找 不奇怪 好 Tornado大概是长得像这样的东西 大家知道VxWars VxWars自己就是一套 Real Time Operating System 那它基本上在工业领域用得非常广泛 太神奇了吧 连开都看不起来 不管了 反正总之就是 它是一个工业领域用很广泛的一个即使作业系统 然后再从航空来医疗都有 那很多时候我们要用一个Artox的时候 我们需要什么 需要去分析说系统互交的成本 需要不知道我的读写的总量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作业系统本身的设计 它可以做到Real Time 也就是说它的行为是Deterministic 但是应用程式本身不见得可以 比方说我读写的成本 我读写的次数越多越频繁 读写的量越大 它越可能导致一个Non-Deterministic 也就是说它越容易Mixed Dayline 这个Mixed Dayline就很危险 就能讲到医疗的东西 航空的东西 它在Microsecond内要完成的事情 它做不到 拖到两Microsecond 那有可能导致什么 不可玩这个问题 所以它的像Tornado的工具 他们很强大说 它号称它可以从Kernel 一路分析到应用程式 对不对 你看现在悲剧是什么 连网站都打不开 你就能够 但是现在我们有这个 ETF搭配这些 这些user的工具之后 你不用羡慕了 现在Linist Kernel 它能够做的事情 完全不会输给这些 商业作业系统的行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用完全Open Source的Stack Open Source的技术 拼出什么 建构出这个传统 只有这种Bin River 这种商业公司 能够提供的商业的解决方案 好 然后像这一段辞职码就很有趣了 你看到这段辞职码在做什么呢 它一样也是用K-Prob 拿去追踪什么 Kernel的这个 这个Cache Cache Locato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 这个等会我们 我们做这个 记忆体的这个配置 还有说记忆体的这个 对不对 跟 跟这个 Memory的Cache有关的部分 那这个东西对 尤其在那个 高负载的环境下 对效能影响很重大 但是你就可以这样 你就可以把这个 把刚刚那段程式码 就把它准备好 用K-Prob加BPF 去把它安插进去 好 然后 再来是呢 呃 这边就 他就提一下这个工具 然后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就好 像这个P-L-Y 那P-L-Y 简单说它是另外一套语言 它是类似Arc 不是Arc Orc Orc的语言 然后写起来大概找这样 那就是另外一套 那这个风格就比较像那个 D-Trace 好 那B-CC 那注意到呢 B-CC本身呢 它用到什么 L-L-V-N 那这边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给大家 要提醒大家 就是 事实上 Claim 就Claim底层用的东西 Claim底层用这个L-L-V-N 那L-L-V-N呢 从那个 从Claim3.7版开始呢 它也输出一个后端 这个后端很酷 就是B-P-F 你猜得出来就是吧 就是E-B-P-F 所以就说我输入是细元 我输入是购元 输入是什么 Rua 反正不管 反正我就通过L-L-V-N 那我就这样 转输出成什么 成B-P-F的Bi-Core 好 这个东西是有支援的 然后 B-C-C 又把这个Claim 把包装进去 所以我们刚才那一段程式嘛 我们刚才看到那些程式 然后就可以这样输出 那这边做一个小实验 假设这边有一个程式 这个程式呢很简单 它就那么无聊 所以无聊到我们就不应讲解 就是它这个简单就是输入X 然后会从X-E 然后呢 你现在呢 去做这个工作 如果我用Claim 我输出什么Claim的这个L-V-N 的那个Bi-Core 它会输出的 L-L 那这个L-L就是L-V-N的这个Bi-Core Bi-Core的用人类可供的形式 所以比方说刚才那样方式嘛 就是整个Bi-Core 它是一个Bi-Core 本身它对应到就是用来一个 一个 一个训练架构 好 然后再来什么呢 好吧 我玩就在这里 好 我就在 就是我呢可以指定一个后端 后端入网是Bi-Core 所以呢 好 咦 你都干了什么 这东西有点委屈啦 这个东西嘛 这就是一个组合员 然后这个组合员网就是Bi-Core 组合员 好 接着呢 你用这个东西好玩的地方来啦 就是你用这个 让它编译成什么啦 就是不是不是输出组合员 是输出一个点欧档 这个点光档叫A.O 好 那你用Five去看 它跟你说 不知道它是什么机器 好 然后呢 接着你用什么 Object Bump 起来发生了 Object Bump的时候 可以讲是吧 它是一个EF格式 是Bi-Core 是Bi-Core Litle n- Bi-Bi-Core Bi-Bi-Core 是64位的 好 然后所以看到是一个64位的EF格式 但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架构 它就是 Core Bi-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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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是什么呢 你可以用Opt-Dump 把这个 从 这个EF里面抽出什么 Bi-Core Bi-Core 出来 然后再用这个工具 Bi-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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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刚才看到这个工具 对 不错 这个 然后 这个 这个看到这个什么暂停记忆 这种扣板 好 然后 所以说一说 嗯 把这个工具改变 所以你看这个很有趣 就是说 这个 所以再次 你会发现为什么要学Bi-Core 因为真的是 呃 编译器 虚拟译器 跟这个作译器 它其实距离 不远 所以你会发现很好玩 就是说整件事 你会发现说 它整个这个 整个每一个环节 很多 很多资讯量都是这样 都很相扣的 所以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只是用看的方式去 阅读 原识程式 我不是说你不要阅读 我特别澄清一下 不是说 不要阅读 而是说你应该有计划的 有计划的 有 有 有方法的 去去去去探讨 否则你真的是 就是 就是真的是四倍功半 然后我特别强调就是说 希望大家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 呃 体会到这件事 否则真的是 这个现在形容真的太太太太不大了 反正说如果呢 你可以这个 掌握这个动态的跟静态的分析 那那其实你可以用一个很 呃 很有效率 而且相对轻松的 我讲轻松不是很早下班就轻松了 就是说 呃 你也许有一个团队 那大家分工把这些问题把它排除掉 好 那接下来我们在我们这个 这次讲座的尾声 好 我们来实际做个例子 好 那我们来介绍个例子 就是介绍这个 可动 好 那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个 这个系统胡椒 可动这个系统胡椒 你实际上去man的时候 你会发现会看到一些怪怪的东西 好 比如说如果假设你已经看过 Folk的这个系统胡椒的这个 说明 那你看可动的时候呢 会不太懂 好 比方说你看哦 他会跟他讲说 呃 他会说跟什么 他会讲说 可动这个系统胡椒 跟Folk一样 好 而且你看 你看他的说明 就是他说 create a new process 好 然后我们去看Folk Folk呢 create a child process 听起来不是很像吗 一个是a new process 一个是a child process 然后乍看你会觉得奇怪 不行了 不是很像 然后更讨厌的地方是什么呢 更讨厌的地方是这个 那更讨厌的地方是说 他那边有说 这边的描述 这里 他那边有说 他说跟Folk不同的地方 是什么呢 就有这边的限制 好 这个限制 乍看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这个关键 关键的地方是 我帮大家解说一下 用clone产生出来的 这个process 它本质上 就是 用clone可以产生出thread 但它本质上 它还是一个process 所以这个东西很奇怪 就是说 在Linux kernel早期的设计来讲的话 它很曖昧 就是执行序也好 一个行程也好 很曖昧 因为事实上 执行序在Linux 早期的执行序 它就是一个process 只是它建立的process 是共享 你看到这里 就是说 它的这个process 是建立出来process 跟原本的空间是共享的 所以你可能知道 你有一个词叫什么 叫做lightway process 这样就是 所以 我在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 Linux是做一个 不是一个真正的thread 而是说 它是一个 退化版的process 所以 它也会有个process id 它也会有个ppid 就parent process id 也会有这个东西 然后 那 所以它的抽象层 注意到这里 所以它在早期Linux 叫linux thread的时代 它是把process 当一个最低的抽象层 所以 对于thread来讲 它就是一个 比较轻量的process 那这个东西有什么问题呢 在多核的时代 会有很大问题 因为我知道 多核的时代来讲的话 为了让资源用到更好的效率 我们会需要用一个资源迅速 对应到一个cpu 这个可cpu 一个 就是Linux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构 叫做可cpu 比如说我今天不管是哪一段程式 或是哪一个资料 我希望我资料的维护 还有状态的追踪是怎样 是针对一个cpu的 可是如果你的抽象单 抽象的单位是一个process 那这样的问题是很大的 因为我process要管的东西很多 甚至你看 因为我的process跟spread很暧昧 那绑在一起 所以你没办法说把一个process 把它从这个核心 移转到另外一个核心 因为它的这个抽象其实不够明确 反过来说 如果你今天抽象是一个真正的执行序 也就是说我一个执行序 我可以对应到kernel内部的一个什么 对应到某一个核心 某一个 比如我今天有四个核心 或者八个核心 其中一核 所以当我在migrate 从这个执行的这个程式 从这个cpu migrate到另外一个 从这个核migrate到另外一个核的时候 那我其实就是整个thread的migrate 那我这样才有办法做到 真正形式上的一个什么 的移转 而且这样的抽象化 才会让整体的效益变得更好 或者你一个process blocking的时候 你整个sync就blocking 所以这个就是nptl在诉求 好 但是你也可以从这件事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 因为linux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大杂烩 然后这样一个逐步的演化过程中 所以你会好奇什么 你想去追踪一下kernel这个项目 因为刚刚提过了 建立一个新的城市会跟kernel有关 然后建立一个新的行程有关 建立一个资金序也会有关 所以你追踪kernel相当一种 掌握了城市的运作状况 好 那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看了 看什么 看下说我要怎么去追踪 好 所以我先来看一下 好 那为了要让环境单纯一点 我们是在 ARC64的 就是on server上去做更事 因为我们这个on server 基本上是什么p的做 我这个on server 基本上做什么事呢 空空无事也 所以这样 对我们后面等一下做分析的时候 比较简单 好 那首先呢 你就准备这样一个程式 这个非常简短 hell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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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们 放在里去准备 好 来准备hello.py 好 那hello.py非常单纯 这样 那所以他的btf程式 其实只有 就这一段 就是 我就 反正我就 就 就准备可以嘛 好 然后好玩意料在哪里呢 好玩意料是这边搭配什么 kpob 好注意看到 kpob 那他kpob的四件条件是什么 是呼叫到系统呼叫 那注意到呢 在linus kernel里面 SYS开头 表示什么 系统呼叫的实体 也就是说user space呼叫 user space有个系统呼叫 呼叫的clone这个方式 它是一个repring 最终呢 它会变成一个system code 然后呢 这个system code呢 实际上它会跳到什么 跳到linus kernel里面的clone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bunch 去执行 所以我这个bunch 我这个事件 触发的时候呢 我干嘛 好 我呢 就去呢 就去把helloin出来 好 好 就来执行吃 这个helloin 好 好 你看哦 这画面就很疯狂了 你会看画面就一直在跳 就是好 终于呢 暂时没有在跳 好 好 然后我们来干嘛呢 我们来 登录到这台机器 看吃看不到 我们大一点 好 这个跳到快 好 在目前这个情况下 还没有那个 还没有这个事件 所以登录进去 那我知道 用ssh进来的时候呢 这样 这个 我家fork一个新的 新的 fork一个新的share出来了 好 所以我这个 新的share建立 所以你会看得出来 这边新的share就被建立了 好 那所以甚至你可以看到说 哎 到底什么程式被建立了 好 好吧 你看 batch就出来了 好 那当然在batch之前呢 有一些什么 系统的d们也被执行了 所以你看 我在这过程中呢 就可以很清楚知道什么 包含说 这个东西来自新的d 来自我batch batch来自我这个 都给你 所以这个 移目表来知道这个状况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个进阶版的 就是我想要干嘛 想要去看一定时间内 好 Kolong这个系统固交它的什么 它的总量 好 那我们把刚才的程式呢 做一点修改 好 刚才那个程式很无聊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稍微改一下 好 注意看这个东西 我刚才提到 在那个 里面不是 EBPF里面有个什么 有个MAP 它是一个key value store 所以我们这边呢 我就动用到什么 动用到一个资料库 好 那一样呢 这个东西还是很好写 就是我先干嘛 我先 先建一个表格 好 那这表格呢 让我可以把这个key value存起来 好 那因为我想要干嘛 每次户到信用资料 户掉的时候呢 我想要把这个值 好 好 跟进去 好 然后呢把这个值存进去 好 对 才会看一下总量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所以注意到 把它复习一下 所以就是我们这边有个什么 有一个lookup table 一个key value store 好 然后总之呢 我一样 我还是在 在每次 每次什么呢 每次这个 clone的系统不叫发生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 好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就是发生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更进我的资料库 好 好 接着呢 我们来执行它 注意到 执行的都是它super superuture的 权限 好 那 趁这个编译的时候 你看 那里面就有一个库叫clang 去干嘛 去编译 所以其实它编译的时候呢 它就有什么 它就是 就执行它的架构啦 好 然后整个编译乘数 然后这是我们刚才要注入的程式码本身 这是我们有兴趣的地方在这里 好 然后呢 这时候呢 这时候呢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希望你有什么 什么事也不用做 好 然后 整件事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 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 我们做一件事 好 我们去fork 好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那fork的时候呢 你看好玩啊 你看 我再做一次给大家看看 看不到 再做一次给大家看看 是 好 假设 这边 我这边呢 我这边呢 是等待 好 因为现在还没什么事件进来 好 这时候你看我要登录这个 所以我登录的时候呢 哇 做的是可多啦 好 你看这个bash 这个bash 是很多的 所以你看我一个 来自什么 SSD SSD SS 好 难念耶 SSHD 好 那这个事实上呢 他就会 就这样 会 呼叫clone 去干嘛 去建立一个新的 新的process 一个share 然后这个share呢 会去执行这个share script 所以可以看到说 呃 延迟是来自什么 这个比方说 要去显示一些 识讯啦 比方说MV1啦 然后还有就是 自己必要的动作 这是还有什么piper 还有什么动作 你看哇 这个动作其实非常多 那你看这个新的呼叫 这边 那你看 这么简短的东西 就可以让你吧 让你做这个追踪了 真的 好 那接着你还可以做什么事呢 如果意犹未尽的话 你还可以干嘛 去追出它的频率 那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说 我寄出这个一定时间内 我的总量 我们在于是累积总量 比方说我这个系统启动 然后我就key value store 但是呢我可能会好奇 这方面是它的发射频率 也就是我指定的时间 比方说我指定20秒之间 好 20秒之间呢 这个中间 这个clone这个系统会要指定多久 所以我指定一个范围 一个时间 我说我就是一个范围在这个 每次 就是每个键 每次采样的间隔是一秒 然后 我采用20次 所以我觉得相当于是 我等了20秒 然后每次呢 每次做什么 每次做刚才那个动作 就把它key value的那个 保存下来 好 那一样我们来做一次 好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这个东西叫做frequency 好 所以 对 全线不动 好 那一样呢 做刚才那个动作 好 好 装盲 然后 然后 随便打 反正让它有事做 然后 好 那你看 好玩了 你看 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在这个20次的这个 一个 迭代中呢 看好玩了 很多时候呢 其实它 没有什么新的程式在自己吧 中间有一段时间要发呆 但是呢 有一段时间就很忙 所以呢 你还可以改你的这个什么 改你的一个script 你可以把什么 当下时间提留下来 好 所以你用这个东西大概可以 所以可以想象说 我前面不是讲到说 去排除问题 那个工具机那个问题 所以这个搭配这个EBFL 就很好用 因为它对科农的冲击 是相对是很小的 你 你不能把它当作不存在 但是说它成本很小 然后你搭配一个user program 因为这个user program 其实它的成本是很低的 你看它成本 你看 回想一下它的程式怎么做 它其实就很单纯 因为大部分的资料的储存追踪都是在科农内部 所以对使用者来讲的话 它就是一段时间再把资料拉出来 把Map的资料拉出来 它没有什么大量的资料copy 没有 因为纯东西就是PValue 所以我就 我Key都有 所以我把特定Value取出来 所以对我来说 我就user program 只要一段时间把它拿出来 只要不要太平凡 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 即便user的取样没有很平凡 我拿到资料还是完整的规则 因为就是在我这个PValue实验 然后在Linux 4.1有支援Histogram 这个意义又更重大 Histogram 呈现的东西是长什么样呢 就是大概长得像这种东西 就是说像我刚才提到那个例子 就是我们可能好奇 好奇说像这个 我们可能想要知道说 一次SS进去之后 它会不会做到什么事情 或者说它相关的事情 做了哪些操作 所以我们之间都会有一些什么 都一些相依的事情 像我这种HitCounts 那所以我就把这些什么 像这个Demon 到底支援几次几次 Share 到底支援几次 那你把这个条件设定好 那你就可以依据 依据这样的条件 给你一个时间内 所以Kernel就是支援这件事 那你就很容易的用刚才 刚才给你看到的一些 Map的东西 把这个支援取出来 但是关键的地方是什么 关键的地方是 你整件事还是可以很单纯 很直观的去运作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 所以可以看到说 为什么人们很关注 EBPF的发展 其实因为它让原本很多东西都是 散入各地的 那有机会都会把EBF 把它串起来 它唯一的确定就是名字太难懂 所以你会觉得 不关我的事 因为不做网路 好 接着你可以看到说 画面中可以看到说 这个有提到这个 BPF Trace 这个东西很强大 这个我会在下一次的讲座 跟大家去探讨 简单说 这个东西它就是 就是让你可以写出更复杂的Program 可以更复杂的条件 那这样的好处很明显 就是说因为像我们很多时候分析 不是只分析一个系统部件 也不是只是分析说这个 网路风暴 我们可以有很复杂的条件 像这个云端的分析下 有些条件 比如说我在某某事件之后 比方说我SSG之后 比如说我要防范DDoS 因为很多时候DDoS 你不能只是YouTube频繁度高的 如果太频繁我就把东西抓了 这也不对 我们要知道来源 我们要知道它的模式 比方说像DDoS 比方说中国网友发动攻击 那来自四海之内 皆由中国人发动攻击 所以你不能只是看出IP 是不是来自同一个人 不可能 那也不能说太频繁 就把它抓得比较见不起 万一你真的要做生意 万一是一个什么 订票网站 对不对 江汇 江汇要封麦 江汇要封麦 大家都要去订票 你把它判定为DDoS 但你自己生意都做不到 所以事实上 你还是需要一些很复杂的一些 Business Logic 那透过BFP Trace 跟前面讲的PLY 那你就有机会把这种Business Logic 整进去 好 那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那具体来说 到底可以来做什么事情 比方说像那种 PowerState PowerState 以前要去追踪 其实非常困难 对不对 你想一件事 手机都要睡觉了 那手机都要睡觉了 他还发通知说 哦 我要睡觉了 请你这个User Program 把它记录下来 这不make sense 那再次是吧 手机被唤醒的时间点 比方说这样 假设现在是休眠 然后按一下 他干嘛 他就醒来了 那这件事 如果说我每件事 从睡觉醒来 那我都要做过层层的观察 从Kernel 还是从Interrupt 从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然后到什么 到Kernel内部的Function 然后到Copy資料 到User 这个路径是非常长的 然后还考虑到User Program 还比方向Poring 这种方式去指的资料 那你发现 这样的一个追踪 其实是很没有效率的 而且他可能追踪 所浪费的电 比我们省下的电 更大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透过这个EBF 我可以把这些内容都记录在什么 在Kernel里面的Mate 一个key value store 然后再次说 像Lick也是一样 因为很多时候 你走的越多步骤 比方说Copy到User 或是跟User Chair那些逻辑之后 你之后这些Leak Memore Leak 可能就不是很明显 但是更大力的 记忆体的开销 可能在Copy的过程中 但是如果说你在 透过KPORP 透过这些PURF的Event 那你安插这些资讯之后 那你就可以去追踪某一段 某个keep 某一个位置 机体位置 它的用量 然后搭配做 在Kernel 有个LinusKernel 有些Sentitizer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查一下 LinusKernel Sentitizer 这也是你之后要想要看什么东西 Sentitizer 好 在LinusKernel来讲的话 有Sentitizer 还有K-Send 就是陆续已经整合进来 那不然说Google有在做 Google一些厂商 有在做这个部分的推动 那这个东西很重要 那这个东西也可以整合到什么 可以 那个K-POP跟那个ETF 你可以把它整进来 有兴趣的进去看一下 这个在这个LinusKernel 那个演讲里面有写 他里面有录影 他就会跟讲这个 这一段很有趣 就是PLY这个 超有趣的应用 所以今天来看一下这个 好 那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讲的东西 所以就是说 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其实来讲的蛮杂的 但是我现在要强调就是说 在核心的这个追踪机制 是让我们掌握这个2300万这个程式码 以及它包山包海 绿子Kernel 包山包海 一个复杂的一个环境 不可或缺的事情 然后再来是什么 就是在整个来讲的话 BPF搭配一堆Kernel的建设 就刚好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实际点 第一个就是什么 就整个运端的系统 转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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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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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是一个特质的讯息 但是后来变得一般化 所以它远远做的事情 远远超过我们看的画面这张图 而是说在提到 刚刚提到就是说 这种实验本能可以整合 然后再来是说 在整个我们有提供一些底下有些什么 有这个范例 那你可以在里面自己的地方玩玩看 那如果玩的不过瘾的话 你可以干嘛 你可以把这个 比方说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bcc bcc bc bepf compiler collection 你把这个东西把它抓下来 那抓下来之后 它在esample底下有好棒的东西 就是我们刚才展示给大家看的是 这个hellover的就是去追踪的 这个细致证code 那实际上可以做的事可多了 就是比方说我玩一个去看看 像这个 就是这个东西在做什么呢 要去追踪 就是说追踪我想要知道这个sdrlen 就是 在这下 就是说我在 每次在呼叫sdrlen的时候 我干嘛 我想要去追这个字串 而且我想要把这个字串的这个量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sdrlen 就是说在不做最佳化的前提下 那sdrlen时间复杂度是什么 是bigom 字串越长就要自己越久 有没有可能sdrlen 它的参数 是一个有问题的位置 也就是说一般的字串不就是一个开头 机体的开头跟一个什么 一个now terminator 一个station 反斜线 反斜线连的那个东西 就是一个now terminator 结尾的 所以一个开头一个结尾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位置是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它没有一个结尾 所以导致你sdrlen之前很久 然后导致你很多一个now terminator stick的行为 有没有可能 有 那所以呢这时候怎么办 不要去猜 干嘛 交给工具去做吧 好所以比方说这个东西就很棒 就是比方说你就可以去统计 可以看到什么不同时间点 它的这个sdrlen 它的时间分布 那所以你就可以一直慢慢看下去 这个东西就是kistogram 可以做棒的事情 好 那大家除了这以外 可玩的东西可多了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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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fi system 这个 那你有兴趣可以慢慢玩 然后你会发现里面很好玩 就是有很多是那个brayden的大 那个brayden greg的大作 所以你去给你讲这个就是讲这个这个用法 好 这个也很好玩 随便让我喝口水 好所以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像这个fi system 它的一些行为 好 所以看到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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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这个存取时间 好 那存取时间的这个差异 好 那如果说你要去针对整个系统做这个最佳话 那你当然追什么 追一些比较特别的状况 特别长的 好 或者某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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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范围 好 以及某些条件 所以看这过去呢 要做这件事呢 其实很麻烦很难做 但是有透过这个 透过这个 透过这个 透过整个来讲话呢 就变得很单纯了 好 就是准备了 准备一个准备一个 准备一个你想要追的世界本身 好 然后再去准备一个 这个西扣 这个西扣 就是要注入到 林斯克罗里面的西扣 它还是很单纯 对 所以我去设定我的 这个 然后设定说 我这个 我这个 要做什么事情 我要追 追踪什么 我的 就是 PID 跟 这个 group ID 然后再次 我要在意的这个 事件本身 好 那来讲 我们要追踪什么呢 我们追踪就是这个 Reed Virtual File System Read 好 所以你看 这些东西一旦整合进去 你就会发现说 我做的事件很多 而且等一下 它的成本 低的非常多 就是它的这个 用一个非常直观的方式 可以整合进来 好 好 那这次的讲座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样 那谢谢大家 Bye